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351集 师父 此事师父千万不要外传 姬无忧凑上前去 低声嘀咕几句 啊 多真人站起身来 瞪着一双老眼又压低嗓音贺问 你可莫要诱骗了老当我 弟子如何敢骗您 那是意向连连 欺缘不断 姬无忧正色道 师父 您千万别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放心 多真人道心很快恢复平静 笑道 为师还能失了这般分寸 来 详细说说 这位 这位贤侄 都有什么意向 姬无忧点点头 开始小声嘀咕 最初时 没有人在意这个消息的出处 道友听说没 神教玄都大法师有后了 咱们外出走动可要小心些 莫要冲撞了这般跟桥的大神物 渐渐地 他成为了五步舟的大使 道友 神教玄都大法师知道吗 对对 道门大弟子 他不知何时有了子嗣 据说 那子嗣是大法师与远古神魔冰天女 结合后的血统 生有三头八臂 能遇使风火雷震 修行境界一日千里 据说千年就能修成大罗 最终 他演变成了几乎以假乱真的程度 师叔 您闭关出来了 大家都在聊什么 师叔 您不知道 咱们道门大师修 贤都大法师 修行央大道师 往太极图上一坐 天地交感 生孩子了 掌门 掌门 咱们人家要有喜事了 开山大典后 又过一个半月 渡仙门各风渐渐安静了下来 总数一千二百名新弟子 分布在数十个风头 开始了为期两百年的修行 英门内来了个气韵深厚的少年 被开山祖师杜尔真人 直接收为记名弟子 加入破天风一脉修行 各风也是起了比较之心 想看这次的首席弟子花落谁风 且说渡仙门掌门既无忧 这一个半月也并未闭关 在暗中忙碌了数十个日夜 今日总算得了闲 既无忧站在渡仙殿偏殿的窗台前 眺望着旗外云海 目中自在安然 口中也感慨一句 长寿说得不错啊 身为掌门在新弟子入门时 最需做的一件事 便是去清查这些弟子的根脚资质 重点找寻是否有外魔夺赦 内魔潜藏 恶灵转世等情形 如此确实觉得安分踏实了不少 大法师的血统 果然不同寻常 心底正如此念着 忽听渡仙殿外 一名长老急匆匆飞掠而来 喊着人教有喜事了 既无忧有些不明所以 副手去了主殿 迎到了那长老 拜见掌门 文长老 做长老就要有长老的样子 你慌慌张张地做什么 既无忧淡定问道 慢慢说来 咱们神教有何喜事了 掌门 大喜事啊 这长老挽起宽秀 瞪着双眼 细道 此前几位执事外出 都听到了一则消息 我放心不下 便去外面打探了一圈 掌门 您猜怎么着 既无忧眉头一皱 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 怎么 大法师有后了 咱们神教大法师有后了 据说是咱们神教 镇教之宝 先天太极图 与大法师交感 大法师生了个女儿 现在就在洪荒中 历练修行呢 大 大 我 我 鸡无忧 咬牙道了句 这件事 都传开了 确实传开了 而且听说 逍遥先宗那边 已经放出了消息 摇摇大法师的后人 去先宗修行 给太上长老待遇 亲近全宗之类护卫 哼 这时候 倒是蹦得欢快 鸡无忧紧紧皱眉 经不住叹了口气 已是大概明白 发生了什么 自家师父 当真 坑啊 此事若是惹恼了大法师 他们渡仙门还要不要了 他跟师父 又如何能担得起 大法师的雷霆怒火 当下 纪无忧瞪着这长老 眼令门内 不得胡乱传这般谣言 太极图 乃是先天至宝 为咱们教主圣人老爷 镇压人教器语 这一听 便是旁人编造众生 咱们人教大法师 轻语的话语 让各位长老商议一下 那个章诚 对外宣扬大法师 修行至今 根本就没有过任何道理 那是师打师的纯阳之身 这 遵掌门令 当下 这长老细细体会 也觉得自家掌门所说不错 低头匆匆赶去摆凡店 纪无忧擦了擦 嘴边鲜血 面色更苍白了些 悠悠叹了口气 这就是师父 您老人家的守口如瓶 您这瓶 凤也太多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纪无忧驾云 朝着小穷风而去 此时只能去找李长寿上意 看能否通过李长寿 平息大法师的怒火 掌门动身赶来小穷风时 李长寿正传授灵鹅 老板指导人的制作之法 把灵鹅看得双眼发花 连说太难 李长寿先时发现掌门赶往此地 手一翻 将玉符和指人收起 对灵鹅道了句 去备些茶水 场门过来 可能有事要谈 哦 灵鹅眨眨眼 乖巧地答应了一声 今日不同往日 她的仙石也捕捉到了掌门的身影 此刻更是觉得 师兄此前所说 八成都是真的 那云霄仙子的事 估计也是 因压力二次大增 且说纪无忧到了湖边 李长寿连忙外出相迎 对着掌门做了个道一 口称 弟子拜见掌门 哎 纪无忧勉强笑了笑 在周围布置了一层结界 这才开口道 莫受拜见了 真要散起来 你我算是同北 李长寿不由眨眨眼 掌门这是 知道了什么 不过假如掌门搞清楚了 自己在山门之外活跃的身份 知晓了 在天庭老君现身 为他撑腰之时 那 掌门作为圣人老爷 济门弟子的济门弟子 他李长寿也应该比掌门 高一倍才对 为何是同倍 李长寿迅速捕捉到了差异点 心底立刻细细分析 表面却是毫无异样 掌门请恕那些细 济无忧正有些不知该如何开口 点头答应一声 与李长寿一同去了草屋之中 掌门入座 李长寿在旁 执弟子之里站着 又被济无忧劝了两句 这才勉强坐在一旁 恰此时 灵娥端茶进来 对掌门行礼 奉上查明 刚要转身离开 又被李长寿开口喊住 师妹 一同在此听掌门讯话吧 是 师兄 灵娥乖巧地站在一旁 既无忧也并未多管 毕竟看灵娥肚结时的 那般阵仗 也知道了灵娥的身份 大法师 自家人 长寿 既无忧道 你 李长寿拱手笑道 掌门 你有话直说就好 灵娥轻醋而眉 星迪暗道一句 莫非是他跟师兄 准备偷天换日 挪走小穷风之事 被掌门知道了 既无忧毕竟是一派掌门 修行多年 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无数 此时也知 最该做什么 犹豫一二 既无忧又笑道 长寿 有些事 其实你不说 频道也早已知晓 李长寿心底一割腾 下意识开始思索 自己哪里露出了破绽 掌门 这个 李长寿抿了抿嘴 露出几分不好意思 但目光依然颇为坦荡 他自始至终 没有做过危害杜仙门 与人教之事 自然行得正 坐得端 并非弟子有意隐瞒 实在是有许多迫不得意之处 懂 频道都懂 既无忧笑呵呵地应了句 苍白的面容上 多了一二血色 有时有些事 确实不好说出口 频道也能理解 你也有自己的苦衷 唉 这世上的生灵 庸庸碌碌 不知何为道者也好 奔波劳苦 追寻自身之道者也罢 谁还能没个 难以开口的话语 李长寿不由有些感动 厂门简直太暖了 虚假的暖男 就像是原青那样 纠缠着有毒师妹 只不过 是缠有毒师妹的身子 真实的暖男 当真便是掌门这一般 体恤门内弟子 明事理之艰难 还会宽慰 鼓励门内弟子 李长寿起身 做了个道医 赞叹道 多谢掌门体谅 既无忧 尴尬一笑 又咳了几次 低声道 你最近 可有听闻外面方阵上 传的风言风语 李长寿笑道 赞叹大事已定 但依旧有一些余韵 崔心 弟子一直忙于一些事务 并未有机会 听方阵传了什么 纪无忧心底冒出一个问号 怎么感觉 自己听不太懂 长寿所说 虽如此 可纪无忧 还是把话揭了下去 随时也是怪平导 师父当时 来收徒李静时 平道一时心惹 将此事说给了师父 但平道也并未告诉师父 具体是谁 只是说了你的存在 李长寿不由眉头一皱 自己是天庭水神的婶 杜恶真人也知道了 这事怎么还要往外传呢 不过考虑到杜恶真人 和掌门是师徒 如父子一般 此事不瞒着对方 也是情理之中 李长寿心底轻叹 小穷风流浪计划 当真迫在眉睫了 一旁的灵鹅 眉头越皱越深 为什么 感觉师兄和掌门谈得 虽然热气 但两人说的 好像不是一件事 李长寿看到 掌门 这般事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我只是运到好了些 也路颇多曲折 你能这般想也不错 姬无忧笑道 咱们谁都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 跟脚高也好 低也好 都是大刀之上 努力前行的胜利 跟脚 李长寿心底疑惑加重 一旁的灵鹅 突然开口问 掌门 您刚才所说的风言风语 具体是何事呢 姬无忧面色顿时有些尴尬 低头咳了两声 叹道 长寿 是平道在家事那里多言 说出了大法师 有子嗣在咱们杜仙门修行 而后家师 应当是不知在那喝醉了 把大法师有子嗣之事 对外说了出去 现在各处传的 已是不成样子 不过你放心 平道绝对未曾提起 你是大法师子嗣 一旁灵鹅经不住抬手扶鹅 李长寿瞪着眼 煞时间忘记呼吸 坐在那儿 看着面前这位空虚掌门 脑子里像是 敬了一百个文静道人 一阵乱嗡 羊了吧 直接羊了吧 大法师的谣都赶造 还把他拉下了水 外面流传 重伤大法师 纯阳知名的谣言 出处竟然是杜恶真人 亏他一直觉得 这是西方教搞出来的 龌龊伎俩 正想着抽空编一段 西方童话反击回去 一时间 李长寿心底翻江倒海 道心震颤莫名 他经不住问道 掌门 您如何推算出来 我会是大法师的子嗣 纪无忧笑道 这点眼力 频道还是有的 李长寿 仔细斟酌了下 在怀中 拿出一支浴符 递给了掌门 第一声道 掌门请看此物 一切自有答案 掌门此前说的这话 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提及 轻者引火烧身 重则 会坏掉咱们神教的诸多算计 纪无忧低头看去 不由精神一震一瞬 像是明白了什么 目中竟露出几分骇然 道心几欲失控 这道云 这刺激 神都 小法师 长寿 你 掌门勿怪 李长寿面露正色 此事切莫对外人提起 若是掌门信得过弟子 还请了一家大道师言 用以约束警示自身 言说中 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只玉壶 推到了纪无忧面前 李长寿道 此内的这枚九转金丹 算是寝掌门风口不言的线礼 纪无忧猛吸了口凉气 这一瞬突然明白了前因后果 解释清楚了此前所不明之处 眼前这个小弟子远非大法师子嗣 这般简单 玄都小法师 莫非已是圣人弟子 只不过密而不宣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352集 是 长寿怕不是人教 某个原本并未出世的高人 投胎转世 重新修行 此间怕是有大算计在 今日自己被牵扯其中 这大道誓言看似是约束他纪无忧 实际上也是长寿在护他性命 唉 纪无忧满是懊恼地叹了口气 怎的就 罢了 凭到这就离世 还请长寿误怪 误怪 者们 师祖那边也请您尽量保密 李长寿不放心地叮嘱着 若杜尔师祖误会了 纪无忧盲道 莫要这般称火 称真人就是 好 真人那边若是误会了 便让真人误会着 您定要提醒真神 万不可再多提此事 善 天道之威来了又去 掌门驾云回了破天锋 唉 李长寿长长长地松了口气 身体陷在圈椅中 想吐槽 张嘴无言 只能抬手揉揉眉头 人叫粗话 怪不得掌门此前一直那么好说话 原来是 那一夜 就已想歪了 还大法师的鼓醒 掌门平日里 是不是躲在杜仙殿角落的小黑屋里 一边咳血 一边看那些狗血故事集 就听一声轻笑 两只有些冰冰凉凉的柔体 摁在李长寿肩上 轻轻地揉捏着 师兄 此事该如何处置 哪件事 便是有人疯传大法师造谣之事 灵鹅小声道了句 没办法管 李长寿摇摇头 大法师身份特殊 既是人教唯一弟子 又是圣人老爷之下 有数的高手 有关大法师的这般话题 最能引起生灵的窥私之欲 哪怕是让人教六仙宗 集体站出了辟谣 也只会被人说是 欲盖拟账 且 最初传这般谣言者 或许会惧怕大法师追究 但此时这般说得越来越多 这些人 越是肆无忌惮 灵鹅顿时 若有所思状 李长寿泰了口气 这般荒唐事 最是让人费心理 师兄 那咱们 便什么都不做吗 大法师生性洒脱 道敬极其高深 有虚怀弱骨 深得咱们太行圣人老爷真传 更是伟兄一直学习 追赶的榜样 李长寿正色道 想来 大法师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 就大动肝火 这件事 过上几个月 自会无事 灵鹅刚要答话 却听门外传来一声轻笑 空气中荡气轻轻拨痕 一道不算未暗的身影 迈步而出 你这家伙 最近灵鹅越发敏碎了 何时知道的我在此地 这般说的天花乱坠 我都差点心意为真 这就是传说中的 玄都大法师 灵鹅用鲜石 朝着前方探场 却空无一物 仿佛 这道能肉眼看到的身影 并不存在 单单只是这一点 岂客之处 就远非自家掌门可比 李长寿传声道 别发愣了 过来做道医了 灵鹅连忙向前 跟在师兄身后 像模像样地 对来人做了个道医 李长寿又道 大法师 此事果真既弄你了 弟子尚未来得及处置 还请大法师恕罪 灵鹅眨眨眼 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偷偷观察 师兄的性子变了 怎么突然包揽责任 这不像师兄的风格呢 灵鹅再看这位 玄都大法师 又觉得大法师 有一种自成的气度 出一眼 觉得平平无奇 再回味 心底却不留半分痕迹 若仔细盯着 玄都大法师看几眼 又觉得他模样 还算中正 总归 英俊程度 是不如自家师兄兄的 大法师坐去了 李长寿刚才的座椅 坐姿放松 笑容甜淡 这些谣言 不过小时罢了 玄都大法师 微微一笑 如风而过 何必入耳 上古时 还有不少生灵 说我是老师的子嗣 众生多美 何必与之争论 我自逍遥自在 何惧闲言碎语相误 李长寿笑谈 还是你豁达 一旁灵娥 却是明白了点什么 还以为师兄转了姓 没想到 是这位高人的姓子 被师兄解析透了 大法师笑道 灵娥也到了天仙井 悟性倒是不错 李长寿道 还是多亏了 大法师您指定 师妹 你闭关非生时 大法师曾出手助你 还不快快歇过大法师 是 灵娥迎迎见礼 弟子多谢大法师指点 是 宣读大法师含笑点头 李长寿道 灵娥 你快去做几样 拿手的小菜 大法师难得来一趟 也让大法师 尝尝你的手心 爱 灵娥答应一声 低头快步离开 大法师对李长寿 挑挑眉 目中带着几分醋下 笑道 你这三星苟月的音乐 不如都喊过来 瞧瞧 李长寿苦笑了声 言道 大法师 大法师 弟子一心修行 桃花灵种 云霄师妹之事 我可是听说过了 这个 李长寿正色道 云霄先此之事 弟子也是想问大法师一句 您做了点什么 大法师手一摊 只是请他用混元金斗 助你渡劫 给了他一副你的画像 并未多做其他事 那怎么会 李长寿的眉心 顿时皱成了穿字 哎 莫要多想了 大法师摆摆手 银元这种事 月老都是说不清的 你做事沉稳 面容英俊 得云霄师妹欣赏 岂非情理之中 自古而今 俊才虽多 但像你这么稳重的 当真不多 或许云霄师妹 便是被你这点吸引了吧 加把劲 努努力 这件事上 我会全力助你 争取你早日成 大神通者之事 咱们人家 能多两位大神通者 李长寿无语 转话题 转话题 再继续说下去 说不定大法师 能把老君拉出来 李长寿问 大法师可是被西海轻动了 不错 玄都大法师略微皱眉 示意李长寿坐下 言道 如今 龙族刚归天庭 若龙族遭重创 天庭自是会为之牵连 不可不防 你准备的如何了 李长寿笑道 此前只有六七成把握 大法师您清来 把握已到九成 好 大法师笑道 仔细说说 此时 西海龙宫看似是漩涡中心 其实不闪 李长寿道 西海龙宫被渗透得太过严重 西海海眼的位置 也完全在西方教掌握之中 根据弟子这段时间的观察 西方教有意以海眼相破 敲龙宫一笔竹杠 要将西海龙族实际上纳入灵山之下 大法师缓缓点头 又道 按理说 天庭与西方博弈 能得龙族十之七八 已算圆满 但若放任西海龙宫不管 与那西方又有何疑 大法师教训的是 李长寿笑道 故从大意上讲 龙族此时 也是天庭的属臣 此前 弟子与玉帝陛下禀告过 陛下之义 是倾天庭之力 也要护助龙族 元气不损 以此彰显 天庭之恩 且东海 南海 北海龙王 已是联络过 龙族也会全力以赴 应对西方发难 半个月前 也有西方教之神 到过弟子的海神庙中 哦 他们说了什么 李长寿嘴角一撇 笑声嘀咕 西方此时 已是无赖面孔 仗着一教二圣 直接对弟子说 他们谋划龙族久矣 从不能血纹无归 还说什么 这次上一步 今后好相见 哈哈哈哈 大法师 顿时扶掌大笑 这些家伙 形势还如上古时那般 丝毫没有长期 我此次来 便是诸龙族 熬过此劫 咱们人教 一例扶龙上天 此刻自不能坐视不管 长寿 可须我也去西海海演出 大法师 您又靠弟子了 李长寿 斟酌了下言语 言道 西方有可能会 指东大西 固步移阵 弟子已是建议 四海龙宫收缩兵力 各处都不可调以轻心 且根据此时的情形来看 最可能出问题的 反而是北海 说直接点 若西海龙演出世 去天海烟者 自是西海之龙 岂不亏损了 他们自身实力 大法师不由眯眼轻笑 不错 确实应有这般考量 长寿 你做了何种布置 弟子并未做太多 也只是给龙族提了一点点建议 李长寿笑道 龙族自远古而来 也非一语之辈 其实不必弟子去指手画脚 大法师轻轻秀了下 不由眼前一亮 你师妹的主意倒是不错 比你考鱼的本领强多了 李长寿含笑点头 自然不会说我教的这种话 显摆者必备恩 他又道 龙族之事 弟子稍后给您详细禀告 说完龙族之事 弟子还有两件小事 想请您出手 你这一点点建议 莫非是要说个三天三夜 李长寿想了想 正色道 半天足矣 大法师无语 真就一点点建议 大法师对这般谣言 只是一笑置之的态度 让李长寿打心眼里 对大法师又多了几分敬佩 只能说这个男人 不愧道门大师兄之名 像这般人物 兴凶兴兴兴 早已不能以常人思量 有几级人 若是有人这般造谣 他李长寿 他必会暗戳戳 生点小气 小穷风上 今日来了贵客 李长寿 却也不敢贸然 让师父师叔过来拜见 灵娥做了几样 拿手的小菜 李长寿 拿出了自己酿造的美酒 大法师问起龙族之事 也算找好话题 大小法师 对饮对酌 便是一餐欢宴 灵娥在一旁 针灸天菜 话不入耳 隔在心外 灵娥心底 正有些开心 他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肚结 且飞升过后 师兄对他的态度 有了明显的转变 最起码 师兄不再将他 当成是个 没长大的孩童 今日掌门大法师现身 师兄也都有意 让他在旁听着 虽觉得师兄 有可能是在培养一个 以后能干更多活的法宝人 但他不争气的 心底总归美姿子 步子越发轻盈盈 而当灵娥听到李长寿 说起这般话语 西方教两位圣人老爷 虽说不太可能直接出手 但圣人之能 弟子不敢揣测 也必须做好这份考量 想让四海安宁 龙族得手 此次必须将西方打疼 让他们觉得 敲诈龙族所得 与自身损失完全不衬 他们今后出手 自会多一些考量 瘦人 师兄这麻烦的性格 用在男女之情以外的世上 好在也蛮厉害的 半日后星夜时 草屋前李长寿 将一枚玉符递给灵娥 师妹 为兄遮随大法师 外出一段时事 山中一印事物 你记得定好 这是单房周围大阵的 控制玉符 我的指导神 便在单房中 这次便有你看着 我就不分心 在山门中了 嗯 师兄放心 灵娥美目中 带着几分忧虑 将玉符接过 又笑声道 师兄外出 还请小心行事 我要经意涉嫌 师兄将我的那些 自身也勿忘了 你还教训起我了 李长寿抬手 本是要习惯地揉她脑袋 但在她头顶 又堪堪停了下来 罢了 都已是天仙大姑娘了 还是别 灵娥轻轻点起脚尖 主动向上蹭了蹭 擎手轻轻撞在她掌心 嗯 我会乖的 嗯 李长寿笑了笑 在她额头轻轻打了下 转身走向了 正在柳树下 仰头看天的大法师 而后大法师宽袍轻轻飘动 在灵娥眼中 师兄的背影渐渐模糊 随风消散 北海 那一望无尽的雪白冰面上 大法师驾云带着李长寿 在这冰原上飞过 在北海海眼所在之地 暗藏了一道乾坤印记 如此可确保 哪怕此地被风震的乾坤 大法师 依然能驾太极图 及时赶过来 长寿 你不是有两件事情 需要我出手吗 具体合适 弟子想把水神府搬到都帅公附近 然后 把刚才的小穷风 搬去水神府中 李长寿有些心虚地笑了笑 此次劳尼出手 一日请老君统一此事 二十帮弟子 修一座乾坤戒子镇 把小穷风 化作假山模样 大法师文言笑道 这是好事 放心做就好 老君如何会赶你 至于戒子大镇 我稍后为你做一份镇图 自己动手摸索 也算考教你镇法之道 李长寿不由大喜 连忙做了个道医 多谢大法师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353集 行了 虽然现在让你喊我师兄 为时过早 但也不必这般距离 大法师副手笑道 等你修为再进一步 我就可安心规矩 回玄都次在修行 李长寿顺势问道 大法师 那玄都具体在何处 弟子查了不少古迹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却是少之又少 玄都啊 大法师目中流露出少许怀念 玄都城 新建于远古 漂浮于混沌海 后应道祖老爷 紫霄公讲道而心生 只是后来 乌瑶打劫降临 高手死伤无损 知道玄都城之所在的 也就越来越少 到后来无人问津 就这般没落下去了 当年我刚迈入金尖键 老师就将我 扔在了玄都城中 让我切磋三百高手 修行斗法神童 那时 我是没少被那些高人狠凑 李长寿笑道 不经风雨 如何见彩虹 大法师挑了挑眉 后来 我又加倍揍了回来 李长寿无语 刚想轻轻吐槽 大法师几句 大法师已是带着他 乾坤挪移 去了西海海演出 在此地 高空埋下了乾坤印记 所谓的乾坤印记 其实就是太极图的 一缕威能 根据李长寿此时的理解 开天至宝三件套中 太极图威能 集中于乾坤 盘古番的威能 集中于风锐 而后来改名为 东皇中的混沌中 主要集中于岁月上 故三者之中 太极图防御第一 盘古番杀伐最强 混沌中 最是神秘莫测 大法师在四海海演出 各自埋下了一缕太极图道运 就带着李长寿去海神大庙中 等候好戏开罗 此时西海局势 也已到了一点就诈的情形 龙族与西方 都在等谁先出手 这次出手 也必会是雷霆万军 李长寿能做的颇为有限 也就是准备了几个 指导人军团 以及几套 地下领报大阵 刚回海神大庙后堂 大法师还未来得及入座 就轻移了一声 大法师 怎么了 玄都大法师笑而不语 左手托起一抹太极图的虚影 虚影又散坐一团云雾 显出了这般画面 一位身着白衣的仙子 站在云上 正飘在那桃花林上空 细细地掐指推算 在这云雾显画中 他身形有些模糊 自是用神通隔开了探查 但李长寿心底 却浮现出了 他一袭白衣 奥里云端的模样 大法师笑道 他在寻你的所在 看样是推算不到的 可要提醒他一声 大法师 这个 李长寿略微思索道 请他来此地吧 是 稍后 莫要喊我大法师 当这云霄师妹的面 你提前喊我去师兄就是 大法师叮嘱一声 右手手指对着云雾一点 那原本掐指推算的仙子 不由扭头看向西南方向 身影被云雾包裹 迅速消失无踪 应是赶来此地了 大法师右手一翻 一只被玄黄气息包裹的小塔 出现在掌心 被他推了过来 玄黄宝塔轻轻震产 一缕灵念 传入李长寿心底 化作了一阵 有些放浪的笑声 小家伙 好久不见 这次塔爷照着你 继续炸那些牛鬼蛇神去 李长寿做了个倒衣 任由玄黄塔 钻入胸口 护住了自己原神导运 这极致的安全感 又回来了 大法师突然诱导 此时为何如此热闹 还有人赶来此地 言说中 那团云雾在线 这次显化出的画面 却十分清晰 星空之下 南海之上 两道魁梧的身影 正踏波奔驰 顶着码头皮套的家伙 用石书 梳理柔顺棕毛的细节 被太极图完美呈现 甚至他们的嗓音 也传了出来 牛 咱们如果是给大法师喝喜 为何要去海神庙 大法师是咱们 说见就能见的吗 只能去找海神 呸 找水神啊 不说了 不找个理由 咱们去找水神求材料 毛 你说 龙族都被水神带上天庭了 咱们地府啊 啥时候能被天庭看上 唉 李长寿无语 也不用啥时候 现在就觉得地府整体 眉清目省 李长寿低头 看了眼自身形象 摇身化作了 水神长羹的模样 透过大法师掌中吟雾 听到牛头马面的嘀咕 得知地府巫族觉悟如此之高 竟想直接投奔天庭 李长寿不由 陷入了另一层担忧 这也太主动了点 若地府真如牛头马面所说的这般 非但对天庭不抗拒 还想早日加盟到天庭系统 那他这个水神 就从失算计者 变成了被地府买通的法宝人 此事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变化 也很容易让玉帝产生疑心 玉帝陛下可不是大法师这般 洒脱不羁的性情 再者 如果自己在地府这件事上 完全没出几分力气 天道老爷又怎么会给他降下大功德 此时功德刚够凝成小半的精神 总不能真的做个残疾精神 斗法师只护住关键部位吧 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话 天道也不允这般功德精神的存在 功德精神也有功德圆满之意 总之一切不以功德精神为目的的天庭公差 都是跟他李长寿耍流氓 龙族上天的剧本明显不适合地府 需要重新挖掘矛盾点 他要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帮助地府并入天庭体系 助天庭建立对三界的管控基石 如果没有困难 那制造困难也要迎难而上 正想着地府之事该如何操作 一抹淡淡的芬芳钻入笔尖 李长寿下意识 抬头看向内堂门外 暗箱未结雨 依人偏迁来 仅是一身普通款式的白衣长裙 在他身上 怎就这般得体 曲线不露三分 仙韵却已满意 只让人心底暗叹 此非心间梦中人烟 云霄已是到了 李长寿向前含笑做了个道意 云霄也是颇为默契的 欠身行礼 随后两人目光相对 云霄原本多是清冷的鲜言 也活泛了些 多了清寒之头 那一枝翘眉 李长寿主动开口 道一声 仙子 别来无恙 此地已非桃花灵 又有大法师在旁 不可再直呼名讳 云霄也道 带我进来可安好 远近无大事 只是修行 夺奔波 李长寿温声说着 忽而正色道 这五百年匆匆而过 当真是不觉岁月变化 不曾想到李长寿 竟然会主动调侃此事 云霄鸣嘴笑出声来 这次却是真的消融了冰冷寂寞 一旁的大法师健壮 只能在背后暗自竖了个大拇指 护着李长寿的塔爷 却连连哆嗦了几下 在李长寿心底一阵嘀咕 脸呀脸呀小长寿 你怎么能见到一个女的就走不动路了 这是因果啊 因果 哎呀 怎么有金斗妹妹的气息 哎呀 这是云霄仙子 哇哦 厉害啊长寿 云霄仙子都敢撩 快快把金斗妹妹 带入我们人教大家庭 林宝只能传递灵念 具体语句 是李长寿理解而来 故塔爷多有一些浪言浪语 李长寿来不及搭理塔爷 云霄仙子笑过后 又故意搬起脸来轻声道 那我这便回去 你我倒是未见 再过482年可好 李长寿连忙做了个请的手势 来了来了 重新再接便室了 先在里面请 刚好玄都大师兄也在这 嗯 云霄答应了声 随后便迈步向前 与大法师行礼问候 云霄道一句 玄都师兄 玄都笑着回了句 云霄师妹 随后云霄便不再多说 直接看向李长寿 云霄道 我此次外出 也是因玄都师兄之事 似乎有人在五步舟之地 恶意重伤玄都师兄 且此事矛头 暗却向了你 我担心你着了算计 鼓来提醒一声 这个 李长寿笑道 谣言阿姨 或许其后有人推波助澜 但玄都师兄不在乎 那也无伤大雅 如此便好 云霄仙子柔声道 见你无事 那我便回岛上修行了 玄都大法师在旁突然开口 师妹 何必着急回去 既然来了 稍后还有一场好戏 不如一同 参详参详 李长寿却道 玄都师兄 仙子不宜牵扯其中 放心 大法师笑道 只是让云霄师妹 在旁看看 自不会让她贸然出手 话又说回来了 每次我跟在长寿你身后 一直想着 在你支撑不住时出手相护 但每次你与强敌 惊险斗法 都未给维兄 半点出手的机会 怎么 这次是莫非怕被 云霄师妹建了你斗法 嫌你本领不足 你这也未免太小瞧了 云霄师妹 李长寿无语 高手啊 绝对是高手 大法师只是两句话 激将法苦肉计 欲擒故纵法连番上阵 正式上 咋不见你这么上心 云霄仙子已是问道 你要与人斗法 李长寿笑道 并非什么大敌 仙子不必担心 长寿 宣读大法师 皱眉清贺 直接训斥 你现在怎么如此 脚不沾底 西方教一教双生 怎么在你这 连大敌都算不上来 这可不像你平时的性子 李长寿心底疯狂抽搐 塔爷在他心底 发出一连串的 哈哈哈哈 大法师够狠 云霄轻轻皱眉 柔声道 但我若是不喜 我在旁看着 我自不看便是 只是我总归放心不下 不免要用禁术远观 李长寿道 仙子周时 不必沾染这般因果 云霄却道 那我只看着不出手 也不算沾因果 倒是若真有麻烦 我也好及时 去兜率恭送信 那好 李长寿 一笑并未过多拒绝 温声道 先来这边坐吧 还有两位 地府阴司的好友 马上就到 我先打发走了他们 大法师顿时笑眯了眼 云霄仙子并未多想 他在李长寿一旁的 木椅静静入座 身形被荧物包裹 正此时 堂外已传来了 牛头那红亮的呼喊声 恭喜水神 贺喜水神 人教大法师 喜得千金 男人生仔 当真厉害呀 那团云雾中传来轻笑 李长寿也是笑眯了眼 大法师嘴角微微抽搐 却也并未多说 李长寿连忙对外喊道 二位莫喊 这是谣言 谣言 刚落到门前 正准备高举贺喜红对联的 牛头和马面 动作也是一顿 他们这才瞧见了 大法师的身影 同时哆嗦了几下 李长寿皱眉道 这般谣言 竟还传去了地府 两位这是从哪里听来的 这个 牛头挠挠头 有时候 兄弟们 闷了 也会拦路问问 去封都府办事的那些练气师 最近洪荒有什么新奇事 忽儿 马面尖头 撞了牛头一下 这两名战乌 连忙向前 在那趟门口 对大法师抱拳行礼 大法师 含笑点头 并未开口 李长寿笑着 在袖中 拿出了一只宝囊 道 虽说是谣言 但两位 也是有心了 老规矩 偷在里面 牛头嘴上喊着 这怎么行 我们也不能白拿水神 您的好处 却一双手 将宝囊捧了过来 一旁马面翻了个白眼 满脸嫌弃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正此时 大法师低头 掐指推算 略微皱眉 李长寿先时 捕捉到了这点细节 便直接问 两位道友 我这还有事要忙 有啥事 牛头似乎 没接收到李长寿 发出去的送客信号 反问了句 可是有什么 咱们兄弟 能帮上忙 算计推演知识 就别提了 我们元神不怎么样 但打架杀敌 瞧门棍 可是我们巫族的专场 不错 马面在旁迎合了一声 用热切的目光 看着李长寿 李长寿心底 沉吟几声 牛头马面 此时如此心热 自是因为 两人路上商量的结果 努力讨好他这个水神 争取把地府 也搞去天庭 其他先不论 若是在龙族之事上 有地府高手 现身相助 对地府而言 确实是一件好事 我师兄 实在太稳健了 第354集 自己稍后 无论如何算计 地府归顺 这都是走稳了第一步 于是李长寿道 道有可知 四海龙族已归顺天庭 这肯定知道 牛头笑道 水神大神 你一手谋划 扶龙上天 这事 我们地府都传遍了 我们大巫纪 这辈子没夸过神 连夸水神 你三四句 说你 诡计多端 陈府阴沉 龙族那么多老金龙 都不是你的对手 滚 旁边飞来一只马蹄 把牛头一脚蹬飞 马面怒骂道 大巫纪说是 水神大神 祖旨多谋 动手之前 早已胸有成竹 龙族者远古霸主 都被水神 安排得 妥妥当当 牛头瞪着牛眼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李长寿忙道 两位 两位莫吵 但我问古玄渡师兄 看能否 带两位一起同行 他这边话音刚落 大法师已起身言道 你做主就是 西海龙宫出现了 大道波动 应该是有高手斗法 长庚师弟 咱们过去看看 李长寿文言 思寸少许 随即便立刻点头 因是开始 对西海龙王发难了 情形倒是不容乐观 还请师兄出手 善 玄渡大法师 袖袍飘舞 袖中飞出一团水火 凝成一人多高的 阴阳水火太极土 大法师 最先迈步入途中 云霄仙子 也自云雾中走出 站在一旁 等李长寿过去 与李长寿一同入内 牛头马面 对视一眼 眼底满是震惊 他们虽然 不认识云霄仙子 更无法看到 云霄的容貌 但战屋的直觉 反馈给他们的讯息 却无比准确 这仙子 是个高手 恐怕比人叫大法师 也只是若一二分的大高手 道门两大高手 齐齐出动 这是要去临山 宣讲道门经意 牛头马面 各自有些忌惮 但刚才 话都说出去了 此刻也只能低头向前 跟在李长寿身后 想着 等会儿实在不行 就用出他们巫族 不外传的秘书 头套盾 战乱中 只要摘下头套 找个尸体堆躺下去 即刻成功施展 然而 让牛头马面 松了口气的是 他哥俩 刚踏过水火太极图 并未出现在 金光环绕的灵山 而是被幽冷的海水抱过 巫族虽然不善 水中法术 但也不会被水淹死 他们甚至在上古时 搞出了秘法 让巫族可以沉在海底 自由奔驰 也就是阻力和压力 稍微大了一点 大脚鸭子抓地力 稍微弱了一点 而上古年间 唯一阻碍巫族 在海水中狩猎的 只是鱼刺吧 李长寿在前方 做了个手势 牛头马面 立刻停下身影 老老实实 站在李长寿身后 一抹淡淡的道运 包裹着他们三道身影 让他们溶于海水中 彻底引起深来 大法师与云霄仙子 已没了踪影 但李长寿能感觉到 他们一左一右 正在暗中护持自己 这待遇 没谁了简直 此时 他们已是在西海龙宫附近 李长寿先时 扫过方圆三万里 能见到各处 大批仙骄兵在调动 这些兵马 隐隐将西海龙宫包围了起来 但各自刀尖向外 西海龙宫此刻 被层层阵法包裹 李长寿原神处的小塔 轻轻一震 李长寿的先时 顿时畅通无阻 看到了龙宫之中 发生的情形 这群二五仔 果然发难了 此时西海龙王 龙母 以及龙王最后的一批亲信 数十名高手 百多仙骄兵 正在西海龙宫主殿中坚守 主殿大阵岌岌可危 各处被成群的身影包围 西海龙宫大太子敖氏 与西海龙宫众长老 以西海龙王施德为由 发动了逼宫 此时露面的 只是龙族之龙 但在西海龙宫之内 还有数十道黑影潜伏 业障之力颇为浓郁 李长寿眼前一亮 好一群鸿蒙凶兽 在看主殿情形 西海龙王此刻状态似乎有些不对 他浑身气息 看似强盛 但又有外强中干之感 李长寿迅速推断出 西海龙王这是中了某种道毒 对西方教的忌惮 顿时更深了些 自己一直构想的精先独丹 人西方早就有了 甚至还能伤到西海龙王这般远古老大罗 李长寿对牛头马面传声道 稍后若遇危急 立刻来我身旁 牛头马面不由眨眨眼 这水神 瞧谁不起呢 不等牛头马面分辨 李长寿已是用先例带着他们两人 朝西海龙宫顿去 这一路他们大摇大摆 在那些先骄兵前面游过 却没暴露半点踪迹 临近那层层大阵 大阵之上又会出现浅浅的太极图印记 让他们三道身影随意融入其内 完全畅通无阻 趁着这短暂空档 李长寿已是汇聚了各方指导人 传递来的讯息 东海 西海 北海龙宫已是有了反应 各有高手暗中赶来西海 三地龙宫已按他们此前商议的计划 开始匆忙筹备大军 做出准备池圆西海的架势 实际上各龙宫主力已是躲藏了起来 西海这边只需一股高手合力 救走西海龙王与龙母 此时李长寿已是做出判断 明确知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一个字 拖 拖到三龙宫高手现身 拖到天庭外围造势掩护 救走西海龙王龙母 以及此地那些忠臣 就算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有玄黄塔护体大法师在侧 李长寿自保无虞 但大法师不出手 他想只凭自身救人太过艰难 云霄仙子不再考虑之列 分析清楚局势 李长寿制定了几个计划 这种情形下 想拖延时间 最先要做的就是吸引对方注意 要让对方忌惮 迷糊最好有所顾忌 李长寿快速对牛头马面传声 叮嘱几句 发现牛头马面有点不灵光 就干脆到了局 事态紧急 按我传声指令行事 牛头马面顿时重重地点头 头可断 血可流 不费脑子就成 当下李长寿快速制定了一个简单的剧本 凭借太极图的威能 带着牛头马面绕开一群群高手 顺利抵达内殿外围 发难逼宫的一方 自然也知时间紧迫 那西海龙宫太子也是个狠人 此时浑身缠绕金光 气息也算惊人 似乎强行提升过实力 众叛龙和力 破开最后一层主殿的大阵 熬世带着大批高手冲入主殿 简直宝座上的老父亲 父王 你老了 也该吸起来 西海龙王龙须震颤 修长的龙墓之中满是痛苦 低吼一声刚要说话 哭 一声嘹亮的马丝声 在主殿各处回荡 随之还有一声低沉的牛叫 主殿内一群龙族 整字皱眉 双方各自都有些蒙 忽然间一连串铁链摩擦的噪音 在主殿飘来飘去 主殿各处的数百颗照明宝珠 开始不断闪烁 两侧墙壁上出现了两道魁梧的身影 那像是两名巨人 各自提着锁链 自阴影中而来 谁 有叛军长老低贺一声 竟敢在此地装神弄鬼 回应他的只是两声冷笑 我们装神弄鬼 你错了 我们就是神鬼 但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 那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们 咔嚓 一道霹雳乍响 两道黑影突然从大殿顶端的海水中现身 这两道身影各自抱着胳膊 浑身鼓掌着滚滚血气 自拨梗到脚踝 缠绕着一圈又一圈的锁链 在上方缓缓落下 若只是直接落下 恐怕不足三尺 就会被乱刀砍翻 故他们在李长寿的传声指点下 立刻开始交替喊话 每人一句 确实气势十足 为了防止阴阳秩序被扰乱 为了守护轮回大道的安宁 带你找寻失落的晦土 接受大德后土的指引 我 牛头 我 马面 地府阴司 勾魂使者 参上 李长寿上辈子就明白这般道理 每一场风风光光的表演背后 都有大量幕后人员辛苦的付出 当牛头马面帅气 且带着一点点羞耻感 以奇特且拉风的姿势登场时 李长寿在幕后也盲断了腿 现用微型阵法扩音 渲染氛围 在主殿外围不断调整自己所在位置 又拿着两根锁链蹭来蹭去 搞一搞音效 而暗中藏身的大法师 韩笑看着这一幕 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林霄仙子此刻的表情 却是颇为微妙 美眸中闪亮着光芒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李长寿 游来游去的背影 李长寿这般处理事情的方式 跟他熟悉的言语交谈 互说跟脚 一言不合 反转对杂的做事方法 全然不同 充满了智慧感 而为了让大法师与云霄仙子 能有点参与感 李长寿此时 对牛头和马面的传声 也主动分享给了他们二位 昂首挺胸 气势啊 要有气势 你们现在代表的是巫族 巫族 上古的大帝之王 盘古大神的血脉凝成 如何能在龙族之前 说了名头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拖延时间 苦助他们 是第一要务 把这些龙族 想象成 木雕泥素 这般打气声中 牛头马面的腰板 挺得更直了一些 浑身血气 也越发浓郁 再看龙宫主殿中 这西海大型逼宫现场 因为牛头马面的风骚登场 敖士发难的节奏 被完全打乱了 地府殷司 巫族 龙宫何时来了巫族 殿下 此二巫实力不硕 莫非是有什么算计 敖士对一旁龙族长老 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刻向前 浑身气息鼓动 手掌坐着 掌心有一口紫红色漩涡 缓缓旋转 这长老冷然道 地府殷司 莫非要干涉我龙族之事 牛头马面冷冷一笑 并不言语 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 宛若两尊头套魔神 龙族长老眉头紧皱 向前踏出两步 身后立刻有三名龙手老者跟随 阴影对牛头马面 呈包夹之事 牛头马面的身后 那群户在西海龙王之前的 龙族高手和仙骄兵 此时也都有些犯蒙 若今日来源的是天庭战将 是其他三海龙宫中的高手 那自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内 可突然出现的 竟是跟龙族 没什么关系的巫族战巫 龙之困惑 大为不解 正此时 一律传声 钻入西海龙王耳中 自势力长寿 龙王爷 是我 天庭水神 这两位巫族高手 使我临时拉来相助 贼兵使大 雇佣拖延之际 还请龙王爷做些配合 表现得淡定些 对 气定神闲 大局在握 宝座上 西海龙王原本勾搂的身形 立刻坐直了些 目中先是神盲一闪 而后便恢复平日里那般安然 这般细节 让敖士 以及叛军一方 瞬间更为忌惮 敖士双眼一眯 低声喝道 无论是谁 军是阻拦我龙族复兴者 杀无赦 当下 前方那四名龙族高手 气息补障 同时飞扑向前 前面 马面双眼圆瞪 突然一声大喝 这四条人形老龙 堪堪停住身形 一瞬间 此地数百道目光 汇聚在马面身上 马面却淡定地拿出了一支石书 整理了下自己飘逸柔顺的棕毛 好了 那四名龙族高手怒火中烧 刚要继续动手 一旁的牛头就倾壳了声 按心底响起的瘦之嗓音 牛头开口就是一句 动手前考虑清楚 龙族再不再轮回之列 咱可不能保证 惊哄你们西海的龙蛋 会不会蹦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哟 温言那四条老龙 眉头紧皱 牛头看向敖氏 敖氏提着宝剑快步向前 骂道 我与地府银丝素来无关 你二人今日这是何意 轮回乃天道大事 竟该以此要挟 牛头双手一摊 那你去天庭找天地告状咯 老师不由瞪眼骂道 你们地府阴差 仰仗轮回之事 请如此猥琐欲 马面又淡定地在旁接了句 豆友 这话你就说错了 我二人本来是尊阴丝之旨 赶来西海拘魂 去地府入轮回 但借你们行事也太过分了些 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牛头点点头 有一说一 我们确实纯露尘 这里发生什么事 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马面又道 但各位动手之前能否想想 西海龙王到底有什么 失德不当之处啊 豪氏说道 你们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355集 太子殿下别挤 我们只不过是站出来 说几句公道话 如果西海龙宫 真的发生这种人论惨剧 那我们只能建议 各位阎君大人 把优质的转生龙魂 弄给其他三海的龙族了 当然 我们只是建议 小小的阴司将军 没什么太大的职权 当下 这哥俩 你一句我一句 插颗打魂又颇为认真 说得龙宫群龙 满头黑线 一直到熬氏经不住大喝一声 杀了他们 那四名龙首老者 第四次准备出手 但一股浩瀚威压 自牛头马面背后涌现 西海龙王此刻已站起身来 冷眼注视着此地 这四条二五载龙 瞬间压火 而熬氏也是下意识地 后退半步 西海龙王刚要开口怒斥 心底又出现了李长寿的传声 龙王瞬息之间做出决定 将李长寿的传声 复述了一遍 尔等就此退去 离开吴西海 吾可念在旧情 不诛杀尔等 豪氏冷笑道 父王莫非觉得 两名地府应差 就可扭转今日之举 孩儿数十次上见 父王视若无睹 吴族竟对这般 微弱天庭 卑躬屈膝 父王可知 你站在那玉帝面前 俯首称臣的样子 像什么 像一只摇尾起连的老犬 西海龙王沉默一阵 李长寿传声道 龙王爷 莫要被他激怒 此时当以大局为伤 若龙王与龙母无恙 西海龙宫 自不愿就此倒下 此时要做的 就是拖延住他们 还请龙王爷 按我提示文化 西海龙王缓声一叹 目中流露出少许悲悯 实现扫过敖氏身后 那些熟悉的面孔 西海龙王又道 敖氏 放你身后的人出来吧 今日既然已经撕破面皮 何必再畏畏缩缩 你们既然有恃无恐 何不光明正大地站出来 父皇 你怕了 敖氏突然笑了声 淡然道 父皇你竟会诗迹拖延 想等三位师叔前来救援 不必多想了 他们很快也会自顾不想 父皇不如就此退位 交出一缕龙魂 孩子不会为难父皇 但父皇若继续执迷不悟 敖氏轻轻吸了口气 手中宝剑举起 浑身金光大作 为了龙族忠心 而只能送父皇一程 可谓 此刻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敖氏背后 各龙族高手齐声应诺 一股股气息汇聚而起 西海龙王面容流露出少许悲凉 此时殿内殿外 总共数千身影蠢蠢欲动 敖氏一步向前 二五载大军眼见就要再次发难 什么 牛头又一声大喝 硬生生将对方气势结了下去 气得几头老龙要扑上来 生死了他们 但这次牛头淡定地道了句 你们要打打你们的 我要伤及我们兄弟 马面淡然道 我们只是来勾魂的 你们斗法时 如果下手不够狠 魂魄还是要由我们处置 牛头又道 我地府阴司 从不干涉生灵厮杀 只负责渡魂轮回 严巴 牛头马面当着数百人的面 淡定地转过身 朝着大殿后侧的角落踏步而去 整个大殿落针可闻 等两屋走到角落 转过身来 还同时抬提做了个请的手势 开始你们的厮杀 地府阴司 勾魂使者 皆成为各位提供优质的账号服务 严巴 牛头在胸口摸出两只椰子 马面从袖中取出两根芦苇杆 互相交换了一件 熟练地敲破椰子壳 插入芦苇 雄壮的身躯 靠在主垫墙壁上 这次不只是叛军一方 便是西海龙王身前的这些龙族高手 一个个也是额头挂满黑线 地府阴司的勾魂使者 都这么欠的吗 牛头马面对视一眼 这俩兄弟眼底满是感慨 这种体验 这种大摇大摆 在一群高手面前走来走去 对方明明已经快气炸了 还不能直接对他们动手的舒爽感 五声巅峰了简直 而叛军一方 已是没了耐心 敖士怒吼一声 杀了他们 有龙族长老低声问 殿下 是啥地府阴司 还是 我管阴司 君是为我龙族忠心 敖士眼底带着几分阴毒 提箭前冲 身后数百龙族高手齐齐跟随 而西海龙王身前的那数十名龙族高手 也各自爆发威势 要拼死一战 但一道浑厚的嗓音在主殿各处响起震动四方云雾 各处响起颂经之声 海水之中道运流转 一缕缕玄妙的道运肆意而出 这主殿正中出现了一束束金色光芒 这般异响让双方再次停下动作 就在这金光中 一缕缕水源流转 凝成了一株脆燕欲滴的葫芦藤 而这葫芦藤上结了七只葫芦 这七只葫芦汇聚了七道不同的道运 在缓缓晃动 正此时 那葫芦藤下凭空现出了一道身影 中龙定睛看去 却见来人白眉白发 轻瘦面容 身着浅白宽秀长袍 手中提着一只浮沉 不是天庭水神李长庚又是何人 熬市面色一变 众龙族高手更是面露震惊 不知这天庭水神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他们明明做了严密无比的防备 此前更是已仔细搜查过了 西海龙宫的每个角落 李长寿气定神闲 端着浮沉 目光扫过殿内殿外 笑道 龙王爷暂且休息 此地有我摆平就事 西海龙王叹了口气 对着李长寿拱手行礼 而后坐回了宝座 呼听一声尖笑 一根紫色箭矢 自殿外而来 直射李长寿心脉 箭矢宛若独蝎之刺 散发着一股灰色道运 独 李长寿眉托一挑 深周金光一闪而隐 身形躲也不躲 毫无动作 只是静静站在那 正面承受这一剑 却听丁的一声轻响 这紫剑竟直接被挡飞 李长寿长袍 连褶皱都舞 深周有一缕玄黄气息萦绕 随之引入自身 那根紫色箭矢 却直接折断 被李长寿抬手甩出去的 一口三昧真言 少了个干净 天地玄黄 玲珑塔 万法不侵 非先天至宝不可破 李长寿其实一直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这般防御至宝 非要顶在头上 让旁人知晓 确切的防御宝物是什么 那不是平白把自身底牌 露出去吗 在李长寿看来 唯一值得顶外面的 就是功德精深 因为功德精深 是一份威慑 让圣人老爷 对自己动手时 也要存一些忌惮 向此时 玄黄塔 隐而不显 躲在自己原神处 下面这些二五载龙们 一个个都看愣了 不知他是如何挡飞的 那偷袭箭矢 从而更畏惧他几分 效果明显不同 李长寿轻笑了声 道友躲在殿外 暗箭伤人 何不进来一去 莫要躲躲藏藏了 你们的底细 莫非贫道不支 李长寿话语落下 殿外传来几声冷哼 一群身披斗篷 浑身散发凶悍气息的身影 涌入殿内 混在了龙族众高手中 正此时 旁边传来一阵 呵呵的响动 李长寿牛头看去 做出眼前一亮的表情 笑道 哟 两位地府使者也在 牛头马面 嘿嘿一笑 牛头叼着芦苇赶道 我们来此地勾个魂 水神不必管我们 磨 马面甩了甩柔顺的棕毛 淡定的道了几 等会儿水神出手 还请留一些胡乱的魂魄 我们等着回去交差 上面有一些纸镖 龙魂也比较罕见 魂 好说 好说 李长寿笑道 对付这些萧小之徒 倒也不必非要 拼到亲子出手 两位请看此保 当下 李长寿扶尘一扫 头顶的那葫芦藤 缓缓落下 竟直落在了龙族重龙 西方重凶兽面前 葫芦之上 流转着七股 截然不同的道运 其中五股道运 明显为五行之力 李长寿的身份 此前积攒的威士 以及刚刚肉身挡剑的强悍 此宝一出 让敖士 都是猴杰震产 这是什么宝贝 一名躲藏在斗篷下的高手 冷然道 神神 你莫非以为 这是远古的那株仙藤 还可阻拦下我等 各位有所不知 平道这株仙藤 来历颇为不凡 言罢 李长寿扶尘一扫 拖时间嘛 为何非要打打杀杀 故弄玄虚四个字 发挥到极致就是了 扶尘之下 雷光闪耀 一条细细的闪电 披在了那葫芦藤 最左侧的葫芦上 这葫芦炸开 其内金光涌动 一名身着短衫短裤的童子 翻着跟头跳了出来 这童子头戴红色的小葫芦 浑身上下 涌动着惊鲜镜气息 有一股锐金之意 他跳到地面后 立刻连续十几个后空翻 又摆了个简单的造型 开口低贺一声 我 大王 绿大无酒 龙宫叛军一方 齐齐皱眉 一龙立刻站了出来 刚要说 啪来对这 不听霹雳炸响 又有一道闪电 劈砍在了葫芦藤上的 第二个葫芦上 这葫芦炸开 其内跳出了 另一只童子 一番故意浪费时间的 卖弄之后 这童子在大娃身旁摆了个造型 我 我 二娃 天领顺风 随之 我 三娃 金刚铁骨 我 四娃 控制天火 我 五娃 西干四海 我 六娃 众龙族定睛看去 却是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又下意识抬头 看向那根葫芦藤 发现 其上的第六只葫芦 确实是裂开的没错 就听刚刚那声音传来处 又传来一声 隐藏浅香 于是 大部分龙族 看向了第七只葫芦 李长寿故意 卖了个关子 迟迟不甩浮沉 大殿之中 氛围越发凝重 而此前落下的六只葫芦童子 除却第六只 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之外 其他五只气息勾连 隐隐凑成某种阵势 但 仅凭这些 如何能抵挡住他们 如此多高手发难 敖视双眼一眯 愣然道 沈沈 这就是你的手段 李长寿微微一笑 心底算了下 三路高手的踪迹 发现自己 已完成了大半任务 再次甩动浮沉 又是一道闪电 砸在第七只葫芦上 那葫芦裂开 其内竟飞出了一道 曼妙身影 这是一个妙龄少女 站在那六娃身旁 脸红红的甩了下手中方怕 嗲嗲地道了句 我七娃 讨厌了啦 不少年轻点的龙族高手脚下一滑 顿时倒成一团 西海龙宫主殿中 李长寿正侃侃而谈 详细介绍自己这七只葫芦之灵 少许奇异之处 距离李长寿本体所在不过数十丈 充斥着海水的乾坤之外 大法师眯眼笑着 时不时暗中观察一下远处云霄仙子 大法师对这次的战事 也算投入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热情 就是大法师关注的点 有些与众不同 竟是去看云霄仙子的反应 万一云霄觉得 李长寿哪点做得不美 误会李长寿性子太过跳脱 大法师就会立刻传声 提醒李长寿一句 让李长寿展现出 当日灵报金蝉子的那一面 虽然李长寿被金蝉子 追赶几万里的样子 确实有些狼狈 但大阵定住金蝉子后 李长寿头也不回 看都不看背后 灵报场面的身影 也确实有点小帅 这才是首要大事 然而大法师很快就发现 自己有些多虑了 云霄的毛子越来越亮 似是对李长寿这般形式 颇为欣赏 尤其当那几乎能以假乱真的 葫芦化身出场时 云霄又露出淡淡笑意 目中还带着少许期待 于是大法师对李长寿 传声道了句 表现得还不错 云霄师妹对你越发欣赏 但糊弄人也莫要太过火了 不然显得轻浮梦了 李长寿无语 他这不都是挺正常的策略吗 分散敌人注意力 扰乱敌人进攻节奏 从而达到不战而拖延时间的目的 怕了 既然大法师已觉得不妥 也该尊重下神教大首次的意见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三百五十六集 李长寿话语一顿 心底计算着三龙宫高手抵达此地的时机 身形缓缓自半空落下 长发绣袍与水中并舞 浑身包裹着微弱的玄黄气息 站在了七娃之前 各位 李长寿一眼扫过重敌 笑道 可要试试 我这葫芦藤之妙 今日这场逼宫大戏的主角 敖士刚要说话 他身旁已是有几道黑影窜了出去 一只只斗篷抛飞 显露出几道或英俊或美艳的身影 鸿蒙凶兽的画形 都是这般满满的欺诈性 李长寿笑容依旧淡定 虽敌众我寡 但也算有几分敌 嗯 给塔爷点面子 此时算是有九分五的底气 虽凶兽凶狠 但李长寿有过跟金蝉子交手的经历 跟文静道人也算熟人 以致这些凶兽的实力到底如何 鸿蒙凶兽为天道所弃 各自的修为境界早已被天道所死 在上古时就没了在大道上前行的可能 真正棘手的是这些凶兽各自的本命神通与种族天赋 就如文静道人的血纹傀儡之法 以及吸血灭灰之术 还有金蝉子天生的乾坤遁术 让李长寿印象深刻的金蝉归翘 这些凶兽难对付的主要原因 此刻几只化作人形的凶兽最先发难 能看出这几只凶兽是想将战事引爆 不给李长寿更多开口的机会 此时他们出手也多有保留 明明只是隔了百丈的距离 可只是冲到一半就各自顿度飞起来 几道乌光一滩黑水对李长寿当头洒落 李长寿气定神闲站立不动 这几道攻势落在身上 却是连他半根头发都伤不到 那黑水都化作少许云烟 瞬间被蒸干 这是那般修为 出手的几只凶手 后方观望的众高手不由一阵心惊 而李长寿在承受他们攻势时 已开始了反击 斗法又非回合制 七只葫芦灵娃中 大娃至五娃朝着不同方向迈出一步 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之力的残韵涌现 五只大头大眼 反寸头的灵童 似乎在一瞬间 施展出了截然不同的五种盾法 那几只凶手却是冷冷一笑 这般盾法虽迅极 但并非无迹可寻 怎会 五行盾法残留的倒运未散 方圆十丈的乾坤中出现淡淡剥痕 那五只葫芦灵娃的气息 竟彻底消失不见 已不知第几次 大殿之内落真可闻 但这次的安静 只持续了不足一个呼吸 毫无征兆 五只小胖手 同时在这几只凶兽的背后出现 各自抓着一把银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扎在凶兽的脖梗 这五只小胖手一扎便退 刷得消失不见 就听得几声嘀吼 最先站出来的这五只化作人形的凶兽 或是浑身爆发出璀璨光滑 或是直接转身 拳掌轰掌 但他们所能捕捉到的 只是如同水波一般 淡淡的乾坤剥痕 乾坤盾数 不对 刚刚的那五名童子 抓着一根根银针 用力扎了他们一下 一股莫名的火热气息 在这几只凶兽被扎的针眼处冒出 瞬息间席卷他们全身 没有给他们任何抵挡的机会 这五只凶兽双目 突然变得赤红 但表情却是意味深长 不可描述 一头化作女子的凶兽 咬牙轻哼 额头满视香汗 双目渐渐迷离 她突然转身 朝着宫殿之外飞去 浑身气息一阵乱颤 而后 其他四只凶兽立刻跟随 一句话都没留下 转眼消失在宫殿大门处 速度一个比一个迅计 只留下二五仔龙们 与凶兽们不明所以 一阵面面相去 李长寿淡定轻笑 大娃到五娃 一是回到他身前 恢复原本造型 还是那般人畜无害 这一幕当真诡异难明 一是简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 这群鸿蒙凶兽 此刻面对这天庭海神的神通 竟露出了褪意 敖士深深吸了口气 提剑向前 身上的金色长袍 闪耀着璀璨光亮 他这个主角必须站出来了 水神当真好本领 但金色 绝不能上 断了个龙族大训 熬世话音刚落 胡亭殿外远处 传来一声嘀吼 一道道鲜石探取 不少龙族高手 鸿蒙凶兽 进阶变了面色 他们所见 远处海水中的画面 混乱不堪 不可描述 前一刻 还是在此地的同伙 此刻却是丑态百出 如失去神志一般 李长寿气定神贤 站在那儿 淡然道 各位应知 平道是人教中人 野山炼丹之道 上次为除掉那六十金蝉 平道做了一些后手准备 不曾想 金色刚好用上 各位还请放心 这般掺杂了 情花之毒的银针 我也只有那几十根 若是信得过我 尽管放马过来就是 各位莫怕 平道只不过是天庭文官 并非武将 他说的是实话 那些银针 本来就是给金蝉子 准备的后手 只是没用上 那些银针上的药效 在刚才已是瞬间 催发了出去 此刻已无半点残留 所谓情花毒 就是雄心丹炼制原材料 情水提炼而出 本就只有那几十根 用过就没了 但此时 李长寿说得越淡然 远处的画面 越是混乱不堪 这些敌手 越是不敢心 在暗中观察的大法师 嘴角抽搐 云霄仙子 也是经不住 以手服额 李长寿心底的塔爷 已是笑得喘不上气 对李长寿各种笑骂 敖士回过神来 咬牙赤道 各长老何在 敖士太子 李长寿淡然道 你除去会呼喊 旁人向前 可还有其他本领 当下 李长寿向前迈出一步 眼瞼微微低垂 他背后 大娃到五娃各自跳起 在西海龙王 以及那些忠于龙王的龙族 先交兵神州 分裂五角之位 各自将头上葫芦解下 这些小葫芦 竟是五支阵机 此时被五支灵娃 催发起来 化作五行御守阵 调用水灵气息 化作五行之力 撑开了一道 半透明的光模 葫芦藤虽然有些恶搞 但这确实是 李长寿的一张底牌 只不过是形象上有些 致敬 致敬 而六娃和七娃 此时已在五行大阵之内 盘腿而坐 透明的六娃 不知在做什么 七娃 却推演出水火太极图 加持于阵法上 李长寿 头也不回 又向前迈出几步 目光平视 熬视 浑身散发着一股 难以言喻的威严 五步 六步 李长寿 独面数千高手 眼中只有那裹着金光的敖式 敖式太子 你可还记得 自身知道为何 敖式眉头紧皱 下意识想要后退 但又知 自己若退 便会成为西方弃子 此刻只能咬牙硬顶 数十名离着敖式最近的龙族高手 齐齐向前 各自放出尾牙 震向天庭水神 李长寿毫无所觉 依然步紧不慢地前行 十步 十二步 水神何敢目中无神 以龙手老者怒吼 抬手作爪 对着李长寿摇摇一抓 一只十数丈直径的龙爪虚影 对李长寿当头摁下 李长寿身影威然不动 那龙爪直接炸碎 一时激起千层浪 数十名龙手老者齐齐出手 西海龙宫各处剧烈震荡 神通接连不断 灵力四处抱拥 乾坤动荡不安 此处水晶宫中不少华贵的百剑 齐齐破碎 但震荡过后 李长寿依然站在那儿 深周飘着淡淡的玄黄气息 头发丝都未断一根 不过李长寿也发现了 自己硬扛这些攻势时 只能原地罚债 大概万物都有平衡 这就是天道对天地 玲珑玄黄塔的限制吧 各位打够了吗 李长寿眼瞼半锤 轻轻吐了口气 以龙手老者如梦初醒 猛地大喊 他定有制保护身 啥事件 刚才出手的数十头老龙 释然了大半 但随之又紧紧皱眉 已经躲在人堆中的敖室 立刻喊道 那就将他困住 先杀敖润 敖润 其父名号 五行大阵中 西海龙王闭眼常态 一人站在数千高手前的李长寿 目中流露出少许无奈 淡然道 这杜魂咒当真厉害 已让一灵泯灭本性之词 动手 敖誓英俊的面容满是猙獰 大喝过后 那数十名龙族老者 扑向李长寿 他们身后的这数千道身影 分作两股 就要绕过李长寿 冲向西海龙王 李长寿等的便是此刻 前方又是道道神通术法 轰杂而来 李长寿身形却无声乍赛 让这些公事尽数落空 有龙族老者立刻大喊 水吞法 正此时 数十股拳头直径的水流 正面撞向这批龙族高手 这些老龙虽反应堪称神速 接连催起龙力轰杀 但依然有半数水流 贴着这些老龙的身形 穿梭而过 朝熬式聚拢而去 水流的速度突然暴增数倍 敖式兴神俱阵 灵厥狂跳 殿下快退 西海众叛龙对着敖式蜂拥而去 漫天神通朝着那些水流解杀 这二十一股水流突然再生变化 或有水化金 或有水化风 或激发乾坤剥痕 或化作冰冷前窜 顿法 全是顿法 只看得人眼花缭乱 却根本不知水神本体在何处的顿法 盼龙一方速度也不慢 倒倒身影将熬式就近围住 用肉身挡住四面八方上下 数十高手聚成了一个球 但 这数十名面朝外的龙族高手 突然听到背后传来的轻笑声 各自毛发树立 当着这些高手的面 就在这个由龙族高手围起的球种 也就是瞬息之间 一张宝图凭空出现 其上涌出数十条江河的虚影 将熬式直接镇压 吞入宝图之内 李长寿的身影 自一朵冰蓝色的火焰中走出 站在重重包围之中 随手将宝图收起 淡定地塞入袖口 几乎无人发现 他袖口中 当即出现少许 乾坤拨痕 可就殿下 封锁乾坤 莫让他再逃了 只是转瞬 这数十名龙手老者 以各自龙力镇压乾坤 将方圆百丈的乾坤封禁 又听 各位 李长寿嗓音 突然自宝座方向传来 满殿高手 齐齐以惊 他们看看 被数十位龙手老者围住之地 那里有个白发白衣的天庭水神 在看看那五行阵法之前 淡定站着另一个白衣白发的天庭水神 水神极善化身之法 这字不是什么秘密 但这是何时掉的包 何时换的位 何时移形换的影 还有那乾坤顿法 如何能做到这般无声无息 李长寿轻笑了声 在秀中拿出了那张宝图 随手一甩 将此刻被大禹治水徒震住龙魂 已经昏迷不醒的西海龙宫太子 敖氏扔在了地上 敖氏本就本领不强 此前被强行提了修为 实际战力勉强堪比 普通惊鲜空虚掌门 左手扣住敖氏的脖梗 李长寿淡然道 便是不用至宝 尔等又奈我何 对了 贫道内化身 可不只是化身 李长寿话语刚落 一股惊人的灵力波动 出现在敖氏原本战力之处 此刻乾坤封禁尚未消散 数十位龙手老者扭头 看向李长寿留在此处的化身 却见这化身衣袍之下 竟出现了七十二只光斑 不止如此 这化身腹部 那颗金丹 此前得了数十股灵力注入 一开始剧烈震产 一股天道之力突然显现 这金丹瞬间炸碎 七十二只光斑同时膨胀暴涌 地煞灵暴阵 惊鲜内核加料板 药木的太阳升腾而起 李长寿已将敖氏提到身前 顺便将已经愣住的牛头马面 用先力拽到了五行阵法内 李长寿心底想起敖蚁的几句话语 手指带出几道残影 瞬间点在敖氏几背 尾椎骨后脑三处去 敖氏额头击脚闪烁光亮 身形突然膨胀 在金光中化作一条数百丈长的黑龙 被李长寿团成一团 当作了盾牌 护在了五行阵法之前 那一天 仿佛太阳星坠入了海底 西海龙宫正上方的海面 缓缓拱起百里直径的水球 一股股凌厉光束 照透了天际 都说了 贫道不善斗法 只是天庭闻管 李长寿站在水晶宫的遗址上 看着面前的海底深坑 不由有些费解 跑什么 跑个什么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三百五十七集 本来 有牛头马面 作为助演嘉宾 李长寿觉得 自己这次可以稳妥些 不必出手 拖延 突围 逃脱 总体也有较高的把握 但第一套方案 顺利进展到一半 大法师突然一声令下 他这个准师弟 只能被动营业 改变思路 露一露 人教弟子天庭闻官 旋读小法师的传统记忆 这时 问题似乎变成了 一人面对数千高手 怎么妥善处置 而实际上 问题其实是 有九成八把握 可以随时顿走的自己 在面对数千缺乏 大神通者的高手时 怎么才能不经意间让他们知道 他们 破不开 自己的防御 李长寿之所以能如此果断 临时换剧本 主要也是因 之前已做好了 这套备用方案 发难之前 胸有成竹 其次是因 此地没有圣人弟子级的强者 鸿蒙凶兽 也有强弱 文静和金蝉子 已经算是其中的狠角色 西海龙宫的这一批凶兽 明显弱了些 再有 此地这批龙族 都是被西方教 以咒法控制了心神 虽一个个老龙实力高强 是西海龙宫漫长岁月的积累 但并无西海龙王这般真正的 远古大手子存在 也无镇守海眼的远古战龙现身 不然 李长寿也不敢轻举望报 再看他如何做到的 先是用葫芦灵娃状的指导人反击 再应受对方属实龙族长老攻势 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 创造一个大能的形象 有全程将目标锁定在对方主侍者 太子敖士身上 言语相破 至保护身 顿法突袭 顺利擒住敖士 这套方案中 最难实现的环节 并非凭顿法摸到敖士身旁 而是如何从数十名龙族高手的围困中 顺利脱身 李长寿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不进去就是了 化作水流炸散的瞬间 真身以凭顿法夺去一侧 引动太极图威能 遮掩自身 又以数十股水流吸引对方注意 在暗中施展乾坤顿法 将一具精先竞指导人 送到敖士身后 李长寿在乾坤顿法上的造诣 远不如沉浸多年的其他顿法 本体施展时 会有较大障碍留下诸多痕迹 但借用乾坤顿术送指导人到指定位置 李长寿早已驾轻救赎 当指导人凭大禹治水图发难 困住熬市 李长寿立刻用隔空送物之法 将宝图送回本体 随后本体现身吸引对方注意 借此掩护精先竞指导人身上的 地霎灵暴阵启动 整套方案的实施 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环环相扣 没有出现任何大的纰漏 而李长寿自始至终 只需掐好节奏点 就能营造出一种来去自如之感 让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 从而加深心理阴影 这期间所谓的惊险 不过是敌手与旁观者的错觉 可让李长寿费解的是 这场临暴过后 敌军就这么退了 对方退得很快 临暴于运尚未消散 众叛龙已是齐齐掉头 火速撤离水晶宫中 走的时候 不少凶兽和叛龙口中 骂骂咧咧咧 喊着天庭文官如何如何 还说什么天庭武将都是幌子 真正的狠人 都在文官中养老云云 摆明了是污蔑天庭众仙神 和蔼可亲的形象 但对方迅速退走 让李长寿略微有些遗憾 毕竟自己今天已经做好 牺牲三只以上 惊仙静指导人的准备 惊仙静指导人 同时存在的数量有上限 但毁了之后可以再制作 对方为什么会退 这些叛龙 不是都被西方控制了心神 说好的汉不畏死呢 刚才的这场林报造成的杀伤 并不算多强 也就是将乾坤封禁核心范围内的 那些老龙撕碎了大半 小半还是有全尸留下的 但也因这些二物载龙 密集的站位 以及乾坤封禁 让林报的威力打了折扣 其他数千高手只有三成负伤 七成大多无恙 外围叛军倒是死伤较多 但大多都是些真仙静的仙胶饼 充分演绎了炮灰一词 在洪荒中的准确定义 对方撤退时 不只是这数千高手退走 外围那数十万大军 也迅速退去犀牛鹤州 阵行都完全不顾 逃得异常狼狈 李长寿来不及追赶 只能凭借着尚未完全凝成的水神神位 平息了西海的咆哮 减少海中生灵死伤 避免给自己增加太多业障 然后心底梳理着 这套方案后续的一系列操作 略感惋惜 又没法施展了 算来算去 还是算不准生灵之心 这次算错了 是敌手心理承受能力 此刻 以李长寿为原点 背后的扇形区域内 小半的水晶宫安然无恙 虽然在刚才临报时 由塔爷出手相护 护住了西海龙宫这批仅存的火种 再次恢复了人形的敖室 此刻正趴在李长寿身后 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气息奄奄 已是重伤 问一手 李长寿打出一道先例 为敖室的龙魂加了几十层风镜 免得他自曝 李长寿随后探查各处 开启部分指导人 接应三路赶来的龙族高手 让他们避免与叛军主力遇上 增加无谓的伤亡 五行大阵的光膜缓缓收回 葫芦灵娃将小葫芦带回头顶 各自化作纸人 朝葫芦藤飞去 钻入了一只只裂开的葫芦中 李长寿张开左手 葫芦藤钻回他袖口 又看了眼面前的深坑 轻轻叹息转过身去朝西海龙王走了两步 那百多仙骄兵下意识后退半路 簇拥在宝座周围的龙族高手 目光无比复杂 在宝座后面 两个头套战屋蹲在那儿 双手揣在袖子中 此时正小声嘀咕 这就是水神说的拖延时间 火儿 可不嘛 牛头黑黑一笑 把敌军都杀了 为几方援军争取冲过来的时间 这不也算拖延了时间 咱还拘魂去不 咋拘啊 哪里还有魂 水神过来了 快走快走 嘀咕声中 二巫直接跳到李长寿身后 抱着胳膊拖着一堆铁链 走到了西海龙王神前 在侧旁那端庄秀丽的龙母搀扶下 西海龙王有些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恭声道 多谢水神救命之恩 龙王爷不必沿陷 李长寿忙回了去 又拿出两瓶丹药 龙王可是中了毒 不错 西海龙王闻言颇感惭愧 明明此前水神已提醒过 但我还是大意中了算计 不曾想 但西方已是将吴龙宫完全掏空 李长寿左手轻轻摇晃 将已经只剩大概轮廓的敖室 放到了龙王龙母面前 龙王双目瞪圆 劈手就打 要将敖室避于掌向 侧旁龙宫战将 长老不少人小声呼喊 陛下 那龙母也是向前伸手 想要阻拦 但束手抬起 话语只有一个鼻子 就顿住了动作 敖室已不能活 但李长寿此刻却站了出来 低声叹道 龙王爷 此时大杀不得 西海龙王双目通红 低声道 人神何故 为这逆子求情 非是求情 李长寿道 敖室犯上作乱 遇事轻浮 罪大恶极 理应当产 但龙王与敖室 此刻都在天庭 神位许领 是否将敖室带去天庭 由御帝陛下发落 才更稳妥一些 但陛下下令 若是要处死敖室 此时将他退上 天庭斩龙台 天道闸刀落下 一道龙首落地 天地自会为他 解了那心魔之咒 说那时 敖室诚心悔改 或许陛下 也会动一动 恻隐之心 让他有真灵轮回之机 李长寿话语一顿 歇害龙王 龙母 以及周遭那些长老 各自对李长寿 投来感激的目光 敖室 今日所作所为 哪怕是被控制了心神 也是要斩的 不然 龙王微信 全然不复 李长寿主动 站出来阻拦 一 为了避免 轻腹杀子的悲剧 二是 顾全 天庭危言 三 可趁机 让天庭 对地府 有第一步 正式接触 只是聊聊几句话 背后 却有诸多考量 也算是 瘦的 一点小智慧 李长寿又问 老王爷 老王爷 熬视他们 为何此前 为而不公 他们在逼问 西海的毛骨 一龙族长老 低声叹道 李长寿 缓缓点头 这话题 不宜多问 免得 又被当作 自己暗示什么 呼听 龙银阵阵 南北 各有数十条 苍龙冲入海水 朝此地赶来 正此时 龙宫上方 传来阵阵雷声 一道金光照下 其内飞出一排排天降 却是李长寿 此前安排的 救援与掩护方队 准时登场 场面顿时 有些尴尬 不多时 南海 北海龙宫的 百多高手 以及天河十万水军 围在水军宫废墟之外 看着空荡荡的战局 陷入了疯狂的 自我怀疑 这 还用他们 半个时辰后 西海龙王带着残布 以及三海龙宫支援来的高手 暂时去西海海眼邪房 李长寿也命天河水军回天庭 赶去北天门 准备第二波空降 随后 李长寿看着面前 这两大潭龙王血 眼底满是笑意 好东西啊 这是刚才为西海龙王疗伤逼毒时 汇聚了龙王体内大量剧毒的龙王血 毒丹原才 金仙剧毒 根据李长寿初步判断 这种毒 应该是来自于某只鸿蒙凶兽 乃先天剧毒 毒性之霸裂 让西海龙王这种老牌大罗金仙 都差点扛不住 虽然暴露了葫芦灵娃这张底牌 但自己的底牌裤 很快就能迎来一波扩增 李长寿小心翼翼拿出三只宝囊 连续套了三层 将这两大潭龙王血收了起来 这里条件比较简陋 不能轻易触碰这种剧毒 还要等龙族战士休了 用指导人找个荒山慢慢处置 你弄这玩意干啥 塔爷在心底懒洋洋地问了句 语众心长地叫一道 抱啊抱就完事了 不算什么本事 难登大雅之堂 你可是掌握了化身灵报秘法的男人 多抱几场 云霄仙子能不对你信心呢 李长寿笑而不言 也习惯了塔爷这般浪言浪语 睡神大神 牛头在旁边弱弱地问 咱们再去哪 您说的台词 咱们兄弟俩都背过了 马面赶紧补充道 我们地府阴司 永远是水神大神 您的同伴 霍儿 李长寿含笑点头 刚才多亏了两位道友相助 不然场面定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道人 您别这么说 牛头嘀咕道 要不是我跟马面非要跟过来 那些龙宫盘军 估计跑不了几个 话非如此 李长寿刚要解释 刚才的局势变化 一旁海水中出现了那张熟悉的太极图 李长寿与牛头马面立刻游了过去 消失在了此地 他们走后 几道身影从四面八方飞出来 在那海底深坑开始忙碌 将此地的尸身挨个补刀 用射魂珠收射残魂 随后又将这些尸体聚在一起 点燃了三昧真言 诵经 诵的是杜仁经 消灾起伏咒 太清定魂咒 一直指导人在海水中 撑开一颗气泡 将那些灰烬巨来 抚扬之 又在其气泡内吹起唆呐 仪式感瞬间拉满 海神庙中 大法师 云霄仙子 李长寿 牛头马面 接连献身 仿佛此前都没出去过 李长寿闭目凝神 通过指导人 检查四海各处动静 对于西方而言 虽然在西海 未能寻找到龙之宝材 但因为退的果断 自身损失并不算大 今日 怕是远不会罢休 此时 南海东海 已陷入了动乱 海族叛军 把其猛烈进攻 龙族战线 一时吃紧 大法师 建立长寿皱眉 问道 长庚 如何了 各处乱起来 李长寿道 第五安法的指导人 已经发现了那股 西海龙族叛军 他们在西牛河州 边缘北上 南下 看来应该是要攻北海 和南海 西方这次目的的明确 要得的 就是龙宫 无数岁月的积累 作为西方大星的基础 大法师 皱眉道 西方大星 治我道门于何地 这般 云霄师妹 你护长寿去南海 我去北海作证 务必坏掉西方计划 此举所为 道门弃云昌龙 言罢 大法师背后 浮现出一张太极图 转身脉入其中 侧旁静静而立的 云霄仙子 不由轻轻眨眼 他似乎被安排了 李长寿 确实忙道 师兄 此事 太极图一闪而没 玄都大法师 已没了踪迹 我师兄 实在太稳健了 第三百五十八集 云霄不由轻笑了声 柔声道 玄都师兄 所说也有理 与西方相抗 并非待待人教之事 李长寿无奈一笑 随即便道 刚刚出手斗法 上你先笑了 道友出手 不动则已 移动若山崩 玄霄笑道 但我这是生得晚了 若在远古时 就开始修炼 早已是一方大能矣 李长寿摇摇头 笑道 你不觉得我做事 不择手段便好 玄霄略微歪头 目中流露出少许思索 轻声问 但我莫非觉得 我只知修行 莫不知洪荒金血吗 李长寿温声笑着 缓缓摇头 两人对视一眼 彼此也觉得 了解对方多了少许 角落中 牛头小声道 玛 咱俩挺尴尬啊 在这 玛 玛面还来不及辉耳 一张太极图 浮现在两人背后 两只大手凭空探出 将这哥俩 直接拉入其中 大法师的嗓音 从太极图中传了出来 长刚 接着 一道乌光飞来 静止落在 李长寿面前 被李长寿 双手捧住 先填功德领宝 太清圣人炼制的 那把乾坤尺 这尺子的造型 就如一把钝剑 曾打过东皇中 砸过昆蓬魂 算是人教少有的 功伐领宝 当然 这如玄黄塔一般 只是借来 并非赐下 说借来 也有些见外 这应该算是 人教特色项目 共享领宝 乾坤池 轻轻震颤 一律灵性 在李长寿心底响起 却是跟玄黄塔 说起了相声 咱们且去南海龙宫吧 没有耽误了证事 云霄仙子主动开口 将你牵扯住了 这般因果中 李长寿有些 欠然说着 不怕 云霄目寒星光 背负着小手 道一句 你多费心思 安排布置 别让我有机会 出手就是啊 天庭 灵霄宝殿 玉帝坐在宝座上 注视着殿内的 文臣武将 以及刚赶回来的 天河水军 副统领便庄 眉角带着少许笑意 长庚爱情还真是 无时无刻 不大为天庭考量啊 虽然玉帝知道 自己此时最满意的这个仙神 只是纯粹考虑事情比较周全 各方面都会考量 此时天河水军奉利长寿之命 正借天河行军 赶去北天门 准备下一波从天而降 便庄带两名天将 押着那敖氏 前来灵霄殿中复命 按水神大人的叮嘱 便庄此时正低头禀告 有关敖氏作乱之事 而便庄也算有良心 禀告时三句不离水神 西海龙宫太子敖氏 竟已被水神擒拿 龙宫叛军被水神逼退 西海龙王被水神解毒 治愈伤势后 已赶去西海海燕镇守 因敖氏也有神位在身 西海龙王将敖氏 交由陛下处置 一番禀告之后 玉帝缓缓点头问道 西海龙宫此时状况如何 便庄叹了口气道 埋了 没了 末将亲眼所见 西海龙宫只剩十之一二 海底出现一口大坑 空中龙尸遍布 便庄侯杰颤了下 低声道 根据西海龙族裔长老所说 西海龙宫之生灵 绝大多数都被人控制了心神 末将所见 西海龙王周身 只于寥寥数百情形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水神与那些龙族叛军 必是有过一场绝世大战 一律护下了西海龙王与龙母 玉帝不由皱眉 嗓音也有些着急 水神可无恙 陛下放心 便庄忙道 水神一跑都没有半年褶皱 白衣玉帝 这才略微松了口气 旋即笑道 也是无多虑来 长庚爱卿人教出身 如何会被这般萧萧所伤 便庄爱卿 长庚爱卿现在何处 便庄道 水神让末将与天河水军赶去北天门 随时侧应北海龙宫 水神此处具体在何处 末将也不太明了 应也是去北海 玉帝缓缓点头 目露思索 高台下的东木宫 抚须轻盈 走出几步行礼道 陛下 如今南海东海都遇起了战事 水神一类斡旋 怕也分身发疏 陛下虽已命水神照应四海 但此时四海吃惊 天庭也不可不管 目光所言有理 玉帝沉吟几声 下令道 目光这便点起十万兵马 去东海相助 东海龙宫 再着一员大将 带十万兵马 去南海龙宫持远 东木工立刻领命 风风火火赶去通明殿调兵 这次天庭的动作并不算满 很快就有十万兵马 汇聚于南天门与东天门 像这般好戏 大事 自然少不了某一身正气 兴凶豁达的华日天元帅 南海方向的十万天兵 便是由华日天 与两位不配拥有姓名的天将同帅 考虑到其他天将实力不足 此时南海各处 龙族大军与海族叛军打得火热 华日天只能亲自动身 潜藏身形 赶去南海龙宫与龙族碰头 有理有据 无法反驳 玉帝这华神 本是想去找自己长庚爱卿会合 但他到了南海龙宫 以天庭元帅的身份 见到了南海龙王 却根本不见长庚爱卿的身影 问寻龙王 龙王也是说 水神并未来过 华日天心底一探 知道自己选错了方向 自家长庚爱卿 应是去了北海或者东海 正遗憾不能与长庚爱卿并肩作战 华日天心底一动 突然感应到了水神神力之所在 似乎就在方圆万里内 这也算天地的一点小权能 当下 华日天与南海龙王约好出兵信号 便匆匆离开南海龙宫 想去与李长寿会合 但让华日天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意外掌握了自家大臣 滑水摸鱼 办公期间勾搭仙子的第一手资料 且说华日天刚出龙宫 先时朝自己感应到的高空探查 却发现空无一物 又仔细搜索一阵 依然是毫无所获 这不由激起了华日天的少许好胜之气 于是灵霄宝殿中的本体闭上双目 直接调动天道之力 加持于化身之上 华日天双目绽放清光 顿时看透了那片空荡荡的空域 他看到了那白发苍苍的老者 以及被鲜光白雾笼罩的倩影 长庚爱卿 这似乎是在 谈情说爱 啊不对 好你个李长庚 在我面前都是用化身 本体卿只是在这般情形下才显存 立地化身心底笑骂两声 又犯起了新的疑惑 这仙子又是哪位 他这化身有天道之力加持 竟全然无法看透 怕惊动这女仙 华日天并未多看 故意放出气息 大摇大摆朝着南天门飞去 他毕竟是御帝陛下 总不能飞上去 主动跟自家大臣打招呼 再说 若是直接撞破也有些不美 如此可以给臣子心理准备 天地的小细节 长庚爱情做事沉稳 应当不会如此大意 发现不了无这化身 然而 直到华日天远远看到天庭大军 说什么权限卫天庭都是幌子 不过 这般的长庚爱情 倒是更让吴安心一些 华日天眯眼笑着 先与天兵天将会合 他略微思索 便带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赶去了李长寿所在之地 嗯 他们只是在支援龙族的路上拐了个弯凑巧路过 南海龙宫西北方一朵白云上 李长寿维持着海神的面容 背着手走在云上 与一旁云霄仙子详细解释着西方龙宫与自己的恩怨因果 自然李长寿隐藏起了大部分算计的内容 略微增加了一些戏剧性 他将南海海神教的发展 龙族对天庭态度逐渐变化 西方教不断压迫 这几条线合并起来讲述 有能说的条理清晰 丝毫不乱 云霄在旁听的入神 不时也会问几句 且每次开口都能问到点子上 这让李长寿颇有他竟懂我这般知己之感 想桃子 想桃子 其实这并非云霄懂他 只是云霄能一眼看到 各处的矛盾点与结症之所在 而李长寿此时也略微体会到了 为何结教各位大佬 对云霄仙子都存了或多或少的敬畏 他每次问的问题当真太难回答 就如他所问的 但要如何又判定自己推断之事便会发生呢 天道有数遍 大道常证明 推算有时也会被人蒙蔽 这些其实都是做不到准的 圣人老爷就蒙蔽天机之能 那圣人老爷或许也有再到天机之力 你修为远北南京仙境都无 若错算一步 岂非拿性命去夺 李长寿沉吟几声 颇为认真的回答着 我并不擅长推算与占卜 仙子也知 我修行岁月不长 道经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 推算时也触碰不到太多天机 云霄祈祷 那你如何做到这般 想 李长寿指了指自己的心脏 在洪荒中入香随俗 字不能指脑袋刮了 想 云霄眨眨眼 可否对我详细说些 自然 李长寿笑道 首先 我所做出的推断 都是此事的大方向 如何发展 尽量去省略微小变数 不然心神肯定是不太够用 我习惯用的方式 是将每个可能出现的情形 列出来 再将这些情形下 出现的重要事件 做成简单的选项 这样 就如一条线上 穿起了一个个方格 又裂开了几条不同的分支 你心底 能想到这般情形吗 李长寿双手比划着 云霄在旁轻轻汗手 他继续道 当裂出所有的可能和发展方向 就可根据可能性的不同 提前做出 针对每种情形 不同程度的应对 而当此事一步步发生 一条线上的方格不断被顶亮 而后面大概的发展脉络 也就可知晓了 竟是这般 阴霄轻吟几声 随后谋中满是赞泰 道 若受谋话之权 应当如此 只不过 这般或许 太耗费心神 李长寿笑道 关于龙族之事 我想了七年有余 阴霄轻轻皱眉 轻声问 不会感觉 心神疲累吗 有些 但比起回报 这点累 倒也不算什么 李长寿含笑答着 那 待有最长的一次想 持续了多久 李长寿叹道 十七年 这十七年一出口 李长寿心底 刚安静了一阵的话 捞灵念 又开始不断嘀嘀 他也笑骂道 你这家伙 不愧是老爷 看上了小家伙 算你一件事 能连续想十七年 嘿 还是你嘿 那乾坤齿接道 你阿谷 我等能刚 哥想你服得了啊 李长寿淡定的一笑 就当这是单纯的赞扬 灵霄柔声道 那我可否问 是为了何事 要想这般久 盗门 李长寿笑道 不过手要出发点 也是因我在盗门之中 总不能也让你 这般问我 我可否 也问你几个问题 灵霄轻笑 问便是了 你能对我开诚不公 我如何不能对你 推心致富 李长寿双手一摊 还好不是甘胆相照 灵霄不由笑意更浓 李长寿心底 思量了一阵 问道 长寿人说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云霄仙子不由轻称 你怎的 还真考虑我了 便是称怪 竟也是如此温柔 他慎重思量后 答道 若我来说 这大半是好事 错了 这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 都是坏事 李长寿正色道 首先便是自己之强弱不稳 变数太多 其次是要依靠敌手之强硕 来决定自身之强硕 便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算计之事 最重要的便是有自己的节奏 不能被敌手所影响 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一点浅欠 云霄仙子仔细思索 缓缓点头笑道 云霄在这里受教了 李长寿轻轻嗓子 又问 若仙子 你与旁人比拼毛略 你考虑较深 到了第五层 而旁人只是到了第三层 此局可是稳赢 云霄下意识抬手 立了下耳旁 一缕青丝 道 并非稳赢 有时过多谋算 反而被对方 歪打正让地破掉 善 李长寿默默点了个赞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三百五十九集 云霄笑语反问 那水水大人 你给我解决这般情景之法 很简单 去站在每一层 云霄顿时陷入思索 细细品味 正此时 李长寿眉头一挑 看到了天空中飘来的 内朵白云 以及其上天兵阵列 天庭兵马 不在南天门待着 为何跑这里来了 这不是把伏兵 完成了名牌 随之 李长寿看到了 站在天兵之前的 日天元帅 那没事了 李长寿道 仙子 可要随我一同过去 嗯 云霄仙子柔声道 你不怕 我为你惹来的麻烦便好 我却是无碍的 李长寿洒然而笑 驾云带云霄仙子 迎向天庭兵马 离着这十万大军烧尽 云霄轻疑一声 功德金身 大道加持 那里莫非 是玉帝师叔的化身 嗯 李长寿无语 感情 刀门大佬 都能一眼认出来 玉帝这化身 是有多失败 虽然依旧 另受眼红 玉霄停在云外 并未跟着继续向前 显然不想于玉帝照面 不然行礼 不行礼 都是不妥 李长寿向前 向华日天 互相建立 华日天 对他一阵挑眉 水神 那位仙子 是谁 华日天笑道 怎么不跟咱们介绍介绍 李长寿正色道 那是我好友 结交外门大弟子 云霄仙子 华日天眼前一亮 又顺势上前 勾肩搭背 对着李长寿泪下 轻轻打了一拳 低声道一句 可呀 是谁 但 华日天感觉自己 像是打在了乾坤壁垒之上 一缕反振之力 顺着拳风倒卷而回 玄黄塔 华日天看着李长寿 又看看远处被云雾包裹 此刻依然无法看清的那道歉影 身为堂堂天地 此刻竟 恰宁蒙 李长寿淡定传声 云霄仙子早已认出陛下 华日天瞬间收回胳膊 挺胸抬头 身上战甲散发出淡淡光亮 让自己看起来多一些威风 多一点威严 深深 南海何处战事吃紧 咱们赶去支援 也好让更多生灵 免遭土炭 华元帅莫及 李长寿正色道 此时各处局势 龙公尚且应对过来 咱们既然来了 不如就去海眼附近镇守 那才是龙族的死穴 善 华日天点点头 随后两人对视一眼 目中都露出几分疑问 海眼怎么去 龙族将四海海眼都藏了起来 盗族又用大法力 遮掩了九屋拳的天机 提防被人寻到 九屋拳破乱天地 此刻怕是没有 南海龙公指引 或是圣人老爷推算 也寻不到 互听 云霄仙子传声入耳 道友 东南方县九万里外 有些异状 请贵在洞的 似有大批生林挪移 李长寿道心轻振 立刻对华日天 低声商议了两句 而后李长寿 与云霄先行一步 赶去乾坤动荡之处 华日天带天兵 从后赶来 路上林霄趁机又问 若此地是西方的阳宫 又到如何 此时尚无法断定 到底是否为阳宫 对方进攻的方向 有可能是四海任意海影 毕竟他们想要做的 就是逼龙族交出宝库 李长寿正色道 但仙子 站在了每一层这般滑 我不只是随意说说的 虽此时把握不算太高 却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那具体把握如何 九成四五 李长寿想了想 为了言语准确性 又加了声 大概 这就是海眼之所在 李长寿看看前方 那貌似空无一物的海域 心底划过一个又一个念头 施展画形术 化作意味鱿鱼的塔 此刻并未引起 海底那些身影的注意 这数千道身影 是从远处一条海沟中涌出来的 那里有一座乾坤挪移大镇 此时 这大镇还在运转 就在刚刚 凌霄仙子还提醒他 何不去将那乾坤阵法破条 断了这些人的后路于援军 李长寿慎重解释了几句 一来 西方教这次拿出了底蕴 想敲龙族竹钢 若存泉间这股西方兵马之心 大概率会引来不要面皮的大佬 二来 此地若是阳宫 这些西方势力便如乌合之中 渡水一击 心存退役 实际上不会给龙族造成太大的麻烦 可若断其后路 或许会激发其背水一战之心 徒增龙族伤亡 三来 乾坤阵法处 或许会有圣人弟子暗中守护 怕会是一场傲战 云霄听把略做思索 很快就颇为郑重地点点头 道 的确是这般道理 渡水一击 背水一战 两者相差甚大 你这般形容 倒也颇为生动 李长寿当时 心底就有点发絮 毕竟这两个典故 跟洪荒没什么关系 且说正是 从此时四海的情形来看 西方圣人果然暗中下场了 而且圣人一出手 就是直接拿捏龙族要害 给出了四海海眼的位置 不得不说 此刻西海海眼 反而成了最安稳之地 李长寿此前 与玉帝讨论过此事 假如西海的海眼破了 西海那些反叛的龙族 也会被天道降下业障 负责填埋海眼 谁都逃不了 近日李长寿之所以 只有九成半的把握 是因无法确保 准提圣人 是否会直接现身 虽然概率颇低 但那确实是王诈 圣人不可能出面 打家劫舍 不不 圣人做这种事 怎么能算打家劫舍呢 那是因龙宫宝库 本就与西方有缘 圣人老爷 遵循天术 带一批资源回西方罢了 西方 老驰名双标了 李长寿对此不多置评 也不敢保留什么发言权 正此时 云霄再次传声 却是对他详细言说 此时在南海现身的 这批生灵的实力 这就十分贴心了 根据仙子所言 此地西方兵马 混杂了凶兽 妖族 人族 还有几个实力强劲的 仙天生灵 他们实力大半都在天仙境 但其中有数十道气息 无比明厚 大罗金仙也有数位 李长寿也觉十分棘手 此地莫非就是主攻 如果这里都是打掩护的 西方这次动用的实力 未免太多了一些 而且在海眼附近 李长寿也没办法 用灵抱这一套 总不能别人 只是来吓唬吓唬龙族 牵扯下龙族经历 自己却一颗金丹 七十二张纸人 直接海眼爆破 因果炸天了 甚至李长寿此时 只能躲在此地 必须先等对方发难 海眼现身 自己再冲出去相助 不然会容易被龙族误会 使他把敌人引到了此处 李长寿唯一担心的 便是不知海眼处镇守的龙族 是否已有足够的警惕 云霄仙子正在他身后不远前宗 但李长寿并不考虑 让他直接出手 虽然大法师三言两语 将这次相助龙族 升级成了盗门任务 但云霄本就有今后一场 大劫因果 此时能减少些 跟西方的因果 还是尽量减少些 免得日后为他徒增变数 到时被落井下石怎么办 李长寿沉吟几声 眼睁睁看着这批 妖魔鬼怪潜伏下来 心底细细思量 这个时候 思维灵活性尤为重要 李长寿很快就有了主意 化作的鱿鱼 鱼嘴张开 吐出一条小鱼 这小鱼尾巴轻摇 施展水盾 瞬间没了踪迹 冰霄仙子的传声 钻入他耳中 可是要闹出动静 提前引起龙族关注 李长寿暗道一声聪明 然后整条鱼翻平过来 顶着偌大的水压 尾巴上下摇晃 点头的意思 不过李长寿并未着急出手 按西方教惯用的手段 根据此时的情形 做出合理推测 西方教接下来的行动策略 应该是 先一处发难 引发龙族混乱 让龙族左右支援 营造危机感 再由两地接连发难 一步步调开龙族高手 让部分龙族的战力 在路上奔波 从而更容易达到他们脅迫龙族的目的 李长寿出手的时机就在西方 在某一地最先发难 打断对方节奏 于是星神下沉 心底再次出现了一个个小窗口 算力瞬间拉满 他观察的重点自然是在北海和东海 北海处还是风平浪静 自犀牛鹤州跨越北聚卢州 西北边界的龙族二五载大军 离着北海已经不远了 大有黑云压城 城欲催的架势 北海龙宫已经有大批高手 在这个方向布置好防线 对北海龙宫 西方明显存在多层算计 明面一波 暗地里一波 很可能后手还有两三波 没办法 这里是龙族薄弱点 是最容易压垮龙族之地 东海方面 东海龙宫实力最强 上下一心 且东海龙王和不少东海龙宫的长老 都是实力强横 这里应该存在最少两层算计 而最大可能最先出现乱子 西海海眼处也不得不防 但因海眼因果限制 有限利己的西方很小概率挥刀自斩 若是西方真的要斩 李长寿还真不会阻拦 顺便会如此奏请御帝陛下 因天庭示威 无法相助西海龙宫 堵住被妖魔破掉的海眼 希望陛下下旨 就近请西方教镇压海眼 如果西方教高手能牺牲自我填补海眼 也是无边功德 能为他们家圣人老爷还一点大红院的力气 心不赃者不配玩战术 后续四海的局势变化 也确实如李长寿预料的这般 最先是东海出现一批来路不明的高手 其袭伪装成了一口海底火山的东海海眼 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 恰好就在千里之外 将这般情形尽收眼中 但这批高手只是击破东海海眼附近的大阵 暴露出海眼真容 随后就立刻开始游斗 并不强攻 细细品味 西方教这般行动也是一石数鸟 既给龙族施压 又可探明龙族做的准备如何 顺便还告诉龙族 你们的软肺 我们早已掌获 然而海眼并非龙族软肋 而是逆鳞 东海龙宫处爆发出数百股惊人的气息 众长老战将齐齐赶来之远 东海海眼是一处巨大的深坑 深坑边缘不断溢出清澈的海水 而在坑中 一条条老龙睁开双眼 他们的身躯交错缠绕 一层层叠在深坑底部 而在这些老龙神下 还有大量已没了龙魂 却依然散发着强烈威压的恐怖龙师 这既是海眼 又是龙之归宿 镇守在此地的远古战龙 也自海眼边缘站起身来 爆发出浓烈的杀机 龙族这个远古霸主的神经 此刻直接被挑动了起来 李长寿便是在此时 在南海突然出手 他此前放出去的那条小鱼 悄悄摸到了那群西方教高手 所面对的方向 摇身一变 化作了一头天仙镜实力 顶着八爪与脑袋的海足大腰 口中大喊一声 无奈 为了西方神的荣耀 腰气包裹的身体骤然鼓掌 然后啪的一声直接炸碎 海水翻涌 模仿出的妖力朝着四面八方冲击 前方原本空荡荡的海域 突然出现了一层 类似于冰晶一般的透明墙壁 李长寿定睛一看 赫然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墙壁 这是一条庞大无比的龙区 树杖高宽 如同水晶一般的龙铃 轻轻闪烁 一条苍龙盘踞在此 身躯宛若数座叠放的大城 细细去看 这龙区应是镇法宁城 其龙手低头俯瞰 无半分生灵气息 也并非是真龙的尸身 正此时 南海龙宫处传来阵阵龙吟 大批龙族高手赶来 海眼之内也出现了数十条苍龙的虚影 西方较兵马的藏身地迅速被发现 大战围绕海眼 顷刻爆发 东海 南海 两地海眼 进阶起了乱战 李长寿并未直接参战 只是调来指导人支援 那批从西海赶来南海的二五载龙和凶兽 刺客也得了命令 朝南海海眼位置 火速及驰 南海 会有几层布置 李长寿沉吟几声 继续观察各处 金蝉子被他送回金鞘中回炉重造后 西方较明显又换了个更难缠的操盘手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360集 此时 东海南海局势虽乱 但乱中有戏 西方较进退有度 龙族反倒因两处海眼被发现 此时略微失去方寸 想着将强敌尽快歼灭 本来 李长寿给龙族定下了底牌分级之策 让龙族的实力一点点显露出来 从而稳定几方军心给对方施加压力 但此时龙族似乎忘记了这点 两处龙宫的实力一股脑的拿出来 力求速克强敌 稳固海眼 气势虽强 厚力不足 对方只要用牵扯战术 极易让龙族拉垮 还好 此时天兵还未下场 也算多少留了一批后备援军 李长寿心底一叹 做不到另行禁止 再多策略战术 也是巧妇难为无弥之锤 龙族这次 估计是真的要遭些磨难 多些死伤了 正当海神和东海起了大战 北海那一望无际的兵架之下 数十口漩涡悄然浮现 道道身影从中窜出 汇聚于一名身着血衣的女子身后 朝北海深处挤驰而去 水山大人到底何时 才能让本王离开西方 这人叫小妙 冰冷的海水中 文静道人带着大批西方高手 冲向北海海眼时 心底忍不住一阵嘀咕 再不过去 他就要成为西方鸿蒙凶兽的大统领了 文静道人在片刻前 刚被指派为北海之战的统帅 也得到了具体的海眼方位 此刻他与大批高手 被送来此地 奔袭北海海眼 哎 笼笼这么可爱 血的味道倒是不错 可惜自己不能大开杀戒 只能象征性地吸干几条 话说回来 最近刚出关的 那个名为地藏的圣人弟子 倒是有一手好谋略 这是第一次 西方几位副教主 制定好全盘计划后 并未向任何属下透露 且只是提前片刻下令 让谁去何处做何事 这般建议便是这个地藏体的 故文静道人完全找不到机会 去安水城中报信 文静道人已经察觉到 西方应察觉到了 较内存在内鬼之事 自身形势也必须更为小心 此时并未轻举妄动 在海水中潜冲不多时 文静道人就远远看到了一片海中冰林 那是一根根巨大的白色冰柱 上街北海冰原 下敌北海海底 北海海眼就藏在某一根冰柱中 文静道人束手抬起 感受着此地海流一声轻贺 动手 将此地冰柱 尽数凿碎 背后倒倒黑影窜了出去 或是画出大妖本体横冲直撞 或是记起神通法宝 对前方轰杂 正此时 一缕传声入耳 文静道人精神一震 传声的是一位西方教副教主 还有一批同岛即将赶来 文静你做好调配 文静道人淡定了点头 只肩浸出一滴鲜血 凝成血纹 迅速消失不见 少起北海海眼报 其内镇守海眼的 数十头远古战龙 主动外出迎敌 北海龙宫高手赶来驰援 却被西方教服兵击退 西方在北海投入的高手 着实不少 李长寿的指导人 早已捕捉到了这些情形 与他推演的丝毫不差 甚至文静道人会在北海现身 也在他的预料之内 此时大法师 就在北海海眼处 龙族的死伤 大法师不会多管 但必会护住海眼不破 大法师和图老大 也算是几方的王诈了 细细思量 全面观察 李长寿心底松了口气 道心自始至终 也没太多波澜 接下来 时该考虑考虑 如何应对西方教 可能会直接现身的 圣人老爷了 南海大战上空 一道道金光自天而落 十万天兵 在华日天元帅的带领下 已抵达此地战局持援 只不过 天庭兵马 也只能在外围活动 高手乱战之敌 他们过去 也只是当炮灰 嗯 看玉帝的化身 加入战亭 李长寿自身化作的鱿鱼 索性后退 去了云霄仙子身旁 云霄散出道运 包裹李长寿 两人再次隐于海中 他刚现出身形 就听云霄关切地问道 你面色怎么这般差 在想些事 李长寿笑了笑 此时各处战局已开 能做的就是等战局平复 算计谋略 等用的也都用了 冰霄柔声道 其实尽力就好 不必非要这般强求 世上之事 哪有完美 李长寿轻轻点头 刚想说点有趣的话 心底却犯起了一缕疑惑 似乎有什么地方 不太对劲 并非是他的算计 安排有什么不妥之处 他已经竭尽所能 让龙族能够应对 西方的三线法难 西方教这次的行动 与此前有着 十分鲜明的差异 文静道人 没能给自己及时的讯息 西海龙宫的内军叛军 说退就退 目的很明确 就是保留自身 有胜力量 后续为龙宫一方 施加庞大压力 四海海眼的位置 完全暴露 西方这次换的操盘手 明显比此前那几任 高明了不少 李长寿 副手低头 仔细盘算全局 如果我是西方操盘者 此时 想要在龙族身上 得到什么 财 只是财 李长寿心底灵光一闪 面色却突然有些苍白 不 不只是财 还有西方的威严 西方教在龙族之事上 吃亏太多 被扫了太多面皮 若不能对龙族 施以惩戒 西方一教 双胜 起飞笑话 自身威严如何为戏 洪荒不讲善恶 洪荒只有强弱 如果是从这个出发点来判断 四海的海眼 恐会有一海眼 必被破 可西方若如此做 必也会背负业障 如何才能避免这些 到底有什么地方 不太对劲 当着云霄的面 李长寿在海水中 盘腿坐了起来 闭目凝神 借用指导人 观察各处战局 那一丝为何感 西海灵暴时 自己动用水神神拳 稳固各处 先使扫过各处 被灵暴波及的炮灰 不对 就是这里不对 他突然想起 自己当年算计龙族时 经常会考虑 但后来 却因西方 直接控制西海龙宫上下 从而下意识忽略之事 先骄不服 心有怨恨 这是龙族欠下的因果 使龙族自远古而来 不把仙骄兵当人看 在仙骄兵处积累的怨和恨 是了 西方不一定需要这个矛盾 来搞仙骄叛乱 他们完全可以 让龙族自身承受海眼被迫的因果 西海龙宫被西方实际掌控 但此前被灵暴波及 此刻被拆分去南海和北海的西海叛军中 先骄兵数量明显不对 东海 西方要下手的 是最附属 实际最强 也最能代表龙族的东海 西方今日算计者 到底是谁 李长寿扭头 看向云霄 仙子 可否去恶美山 请公民老阁出山 一同感觉东海 我需要海神猪助力 云霄立刻点头 墓中带着几分叮嘱 身形迅速化作一团云雾 消失不见 李长寿轻轻吸了口气 断法全开 感受到一闪而逝的熟悉道云 正奋战杀敌的华日天 轻轻皱眉 看向了东北方向 熬矣 熬矣 东海龙宫外围 龙族与海族叛军一处激战之地 数十万生灵 在方圆数百里的海域上下 拥堵 厮杀 在海面掀起了一层层波浪 此地不过是东海战局外围的 十多处战场之一 海族叛军仿佛陷入了疯狂 龙族以仙骄兵与虾兵械搭建起的防线 也颇感压力 熬矣就在此地 带着数百仙骄兵精锐 在敌军丛中左右奋杀 突然听到李长寿传声 熬矣身形立刻退入仙骄兵包围中 从怀中取出了一支锦囊 锦囊打开 一支指人在其中跳了出来 化作了一个青年道者的模样 教主哥哥 熬矣见着指导人 眉头紧皱 盲问 怎么了 李长寿毫不废话 定声道 北海海眼大法师一句 纵龙族有损伤 海眼无恙 南海海眼对方攻势虽强 但并无半个厉害人物 东海海眼威蚁 快通知你父王 东海所有高手 风阵海眼附近乾坤 熬矣明显震了下 动作却十分迅速地 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符 可他还未来得及 激活玉符静置 此地正厮杀的数十万生灵 齐齐停顿了一瞬 随之 整片海域开始轻轻晃动 大道震动 乾坤震产 李长寿和敖蚁对视一眼 敖蚁那张清秀的面容 变得毫无血色 哥 别怕 只是第一步迟了 李长寿露出少许微笑 笑容中满是自信 也无妨 你抽掉此地 半数龙族高手 感觉海眼之远 海眼处远古战龙不少 定能支撑一段时间 莫及 此时我已有应对之法 将我这指线戴在身旁 我随时与你说 下一步该做什么 嗯 敖蚁眼中 顿时多了几分冷静 他额头击脚轻轻闪亮 一声龙吟远远荡开 正在各处砍瓜切菜的 数十名龙族高手 立刻转身 化作苍龙身形 朝刚刚乾坤震颤之地击齿 李长寿的指导人 已经化作了指人模样 钻回了敖蚁秀中 敖蚁将此地指挥大权 交给副将 随之化作青龙本体 追向前方族人 与此同时 南海与东海交汇之地 那条在海中集窜的流光中 李长寿心底正轻看 刚才不过是安慰敖蚁的罢了 应对之法 李长寿有 但此时已来不及发挥 这次西方教的报复 动用了西方教真正的底蕴 东海海眼处的局部力量对比 此刻想必已经失衡 也不用想必 根据指导人此时 所捕捉到的情形 局势完全脱离龙族掌控 刚才波及了十万里的 乾坤动荡过后 东海海眼附近 出现了十多条裂缝 飞出一条条 缠满血气的黑灵蛟龙 修罗秘术血海污秽 这些蛟龙此刻源源不断涌出 根本不知有几何 而在这些黑灵蛟龙中 更是掺杂着一只只六臂八臂 血海修罗 这还不算 在海眼附近百里内 数百上千 披着斗篷的黑影诡异现身 配合此前一直在游斗的那批 最先登场的西方高手 竟开始对东海龙宫重龙 反向压制 妖族 修罗族 远古凶兽 西方叫明暗面中的那些势力 此刻竟齐聚东海 奸此状 李长寿心底只能道一声 西方有高尘 叶障缠身的妖族 修罗 凶兽 都以为天道所弃 便是他们承受一部分 迫害海眼封印的因果 处境与此时并无区别 西方教从未承认过 这些凶灵是临山所属 今日之事 也不会牵扯到西方教身上 却又能威慑今后那些 不服西方之人 顺便还能取走龙族积累 此前 是否有些小觑了西方 李长寿心底自我反省 却发现 自己并未对西方有半分小觑 反倒一直足够谨慎 就算是局势需要他站出来对西方 也会留下一条退路 这次失控 一是因西方本身实力够强 此刻被统合了起来 而也是西方教突然形势风格大变 从此前那般自傲自满 换成了此时的狠绝果断 李长寿当真想知晓 此时在背后主持这一战的西方教高人 到底是哪位 圣人亲自策划 若如此 自己此时应该已经接到了 太清老爷的提醒才对 此时的博弈显然没有上升到圣人层面 心底将这些念头都压了下去 李长寿不断思索对策 水炖之法也已发挥到了极致 但他此时已经看清了东海海眼处的形势 龙族已然失守 大批黑铃血胶在那些裂缝中涌出 竟直攻向海眼处 海眼深坑中 边缘位置最先飞出数十条老龙 主动向外迎战 但当这些老龙外出时 海眼明显轻轻一震 此刻堵海眼的众龙顿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外围敖战的众龙族高手要回援 但修罗妖族众高手向前迎击 用前后夹击之时将龙族高手的回援彻底截断 那些远古战龙虽实力强横出手凶狠 可一来在海远处不敢爆发龙力 二来那些黑灵胶数量当真太多 接战片刻 老龙们已是被撕咬的遍体鳞伤 以多咬死相 焦多可灭龙